第350集 敏江熙跟丁丁约在家里见面 丁丁打开门 敏江熙一眼就关注到 她肿成单眼皮的双眼 开门见山 一时说你不太开心 怎么了 房门关上 两人来到客厅 茶几上已经准备好了水果和果汁 丁丁开口说 丁老师 你坐 我有些事不明白 想请教你 敏江熙坐下 洋装不知情 什么事啊 丁丁坐在敏江熙身旁 视线低垂 出声道 人能不能喜欢 比一个自己好很多很多的人 当然能啊 那对方拒绝了呢 喜欢本来就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 只要不打扰 不强求 默默的喜欢 会不会给对方造成困扰 如果是朋友 或者对方有情侣 那多少都会造成困扰 不可避免 丁丁丁没有马上出生 敏江熙试探道 你喜欢柔音精是吗 丁丁抬起头 这么明显 他带过几件英语课 你家里多了很多英语练习册和原文书 突然开始听粤语歌 之前的无中生有 丁丁眼底泛光 敏江熙马上道 没关系 喜欢他很正常 你别哭啊 丁丁努力的平复三色 慢慢排说 我不会打扰他 更没奢望能怎么样 但我做不到马上不喜欢他 我不想给他惹麻烦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敏江熙抽出纸巾递给他 没事 你跟柔音精聊过了吧 丁丁下意识地点头 马上又摇摇头 不敢跟敏江熙说 从轩脚踩几条船的事 更不能说荣誉精的爱情观 他只能说自己没承认 荣誉精拐弯抹角地拒绝了 敏江熙从荣誉精那儿听了一些 又从丁丁那里听了一些 大抵能拼凑出他不再常识的画面 平和地说 放心 荣誉精不会突然疏远你 丁丁像是看到了希望的光 很快道 我也绝对不会缠着他 我知道你不会 他也知道你不会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这种情况发生 丁丁解决了一个难题 欲言又止了片刻 鼓起勇气的 那我偷偷喜欢他行吗 不被他发现 敏江熙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直到看到丁丁心虚 自顾道 我装得不像 你喜欢他连我都看得出来 又怎么能瞒住他呀 除非你不跟他见面 但这样 你肯定又舍不得 别说错 丁丁想想都鼻酸 低着头 抬手抹眼泪 问题靠的是解决 不是逃避 更何况 人的本性里就有叛逆的因子 你越想着 别喜欢他 心里一定会更喜欢 就像得不到的 永远是最好的 丁丁抬起头 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 如果是我 逼不开的事 索性迎上去 反正已经这么难了 大不了难上加难 难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自然知道要放弃 到时候 可以光明正大的说 不是自己不努力 而是真的不合适 五秒后 你让我追 米娇妻点头 嗯 可以追啊 但是现在不行 现在她有女朋友 你表白都是 名不正言不顺 搞不好还要 落个插足的帽子 丁丁连连摆手 我没有 我不会 我不打没准备的仗 以前都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戴 你要是真喜欢她 最起码要搞清楚 她的择有标准 我最讨厌 红口白牙张口 就是我喜欢你 这种人 会让人尴尬 我回什么才好呢 不合适 不方便 还是不说啊 陌生人倒也算了 熟人最难 搞不好 连朋友都没得做 丁丁提心吊胆 明明唇 小声道 她不喜欢我这样的 如云精的神 每一季都听稳定 长相八分起 身材八分起 性格我没接触过 不敢说 丁丁毕重就轻的接到 她应该喜欢自由一点的 大家互不干涉 从明面上来看 你确实跟她女朋友 类型不太一样 但是你完全不用气馁 你又不是不好看 又不是身材不好 你心灵手巧 又善解人意 关键 你还年轻啊 你比荣云精小八岁 她要是突然追你 我还不高兴呢 老牛吃嫩草 丁丁垂目 她不会追我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 这种话不要说太早 以前我也说不喜欢秦湛 她刚认识我的时候 也叫我本分工作 别把注意打到她身上 你看现在 我们俩不是挺好的 丁丁淡笑 我哪能跟你比啊 你哪都好 就是一点 荣云精肯定不会喜欢 丁丁马上紧张起来 宁江西看着她说 不自信 确实不好 没理由自信 那就努力变好 她能说英语 你也能说 她会说粤语 你也会说 她有条件 从小享受最好的教育 你现在开始也不迟 何必总是自缘自义呢 你又不是没有能力改变 喜欢一个人 不就该付出点代价吗 躺在床上 临花大雨的想 哎呀 为什么我不能当她女朋友呢 跟一动不动 想着天上雕像五百万 有什么区别 都是白日做梦 爱情跟事业一样 不是祖传的 就只能靠自己奋斗 机会是留给 时刻努力准备的人 你有多努力 就有多幸运 给自己定个目标 如一金就是你最想买的那款包 你从现在开始存钱 买得起的时候自然可以买 说不定到时候你钱赚够了 突然换了品位呢 毕竟你还年轻 但是包会过时 丁丁听得一愣一愣的 如一金把自己比作房 敏江西把她比作包 于她而言 房也好 包也罢 都是奢侈品 她必须要拼命努力 玩命的努力 而且 只要房子不过户 包不下架 她肯定不会移情别恋 敏江西跟丁丁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从她那里出来时 给荣一静打了个电话 荣一静嘴甜 先是道辛苦 待到敏江西说完谈话内容后 她愣了两秒 而后道 小敏 我让你帮她洗火 你怎么能帮她火上交友 你让我劝她 别把心思拥在你这儿 我给她定了个小目标 什么目标 明年高考试试国内的一本 能考上 再说真正的事 荣一金枯笑不得 说不上是怕考上 还是怕考不上 敏江西回家的路上 给秦湛打了个电话 她说刚到家门口 等到她回去的时候 家里一片大量 秦湛正站在厨房里面煮东西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米酒香味 敏江西走近 可以啊 都会煮米酒汤圆了 吃我猪肉 也见我猪跑 你才是猪 秦湛咬了一勺 吹了吹 送到她嘴边 给她尝尝味道 敏江西才免了一下 就凑起眉头 我收回刚才的话 你就是中看不中用 秦湛也尝了尝 太甜了 敏江西洗了手 重新稀释米酒 又煮了一锅 往里面加点水不就行了 调好之后煮开的 和煮开之后再调的 味道不一样 秦湛从后面抱住她 低头吻她的波格 敏江西不躲不闪 神色如常地搅动着锅里的米酒 开口说 陶西庭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她的话半真半假 直接让人掉监控了 按理说出了这样的事 应该通行她的遭遇 在落井下时 九点不见人情了 但是她自己都说不清 来龙去脉 张口就让你替她报仇 活像是楚金星 跟她有八百年身仇搭黑一样 我也没有看出来 她跟陶亨俊的兄妹情有多深 难不成 想看我会不会替楚金星说话 证明一下我跟她 谁在你心中分量更重 秦湛想说她伶牙俐齿 但是更精准的形容 是一针见血 动了动唇弹 她低声道 我现在不想看到她 米酒煮开了 敏江西尝了一口 边下汤连边说 看见她憋起窝火 也有点心疼是吧 毕竟认识这么多年 不能说不管就不管 不看僧面看佛面 这事 你一定要处理好 不然以她的性格 就是一颗地雷 保不起什么时候会炸 你也不能一直不出面 她会觉得 是我在背后挑拨你们关系 不许你去见她 她作不要紧 别让静怡知道 就算孩子再坏 当妈的还是会心疼 别让静怡难做 秦湛逆着她 低声道 这么懂事 你是仙女吗 不光守贤惠 心更贤惠 米江西搅着锅中的汤远说 别给我扣高帽子 是仙女还是妖女 我心里有数 心更贤惠 我看见陶家兄妹 分分钟心更好吗 不过是不想叫她难做 秦湛是非分明 但同样重情重义 局外人看得清晰通透 可以义正言辞地指责 谁对谁错 但秦湛做不到情理两分 他若一味地坚持 只会叫她为难 秦湛收紧双臂 搂着米江西不堪以我的腰 出声道 想吸宝学习 我不会针对楚金庆 米江西敏感 马上侧头说 我说这么多 可不是替楚金庆 话字未出口 秦湛低头 闻住她的唇 米江西眉躲 任由她叹入 纠缠片刻 她企图将她往出台上推 米江西偏头念了句 唐元好了 秦湛抬手把火关掉 将她抱到了卧室 关着门 黑着灯 她差点被她生吞活泼了 她张口 当她是汤圆 只不过是不能用力咬的汤圆 但一样多汁 一个多小时后 秦湛从卧室出来 去厨房成了一碗 凉掉的米酒汤圆 客卧房门敞开 米江西正在换床单备照 不是不累 是怕生活纪监委 秦家定发现猫腻 秦湛拿着碗进了客房 咬了第一勺 送到米江西嘴边 看她吃了一口 她才开始吃 米江西身上穿着她的T恤 宽大的像睡裙 跪在床上铺床单 纤细的腿 垂下的发 漂亮的脸 秦湛发自内心的感慨 再这么下去 汤圆是补不了 要吃人生了 米江西头也不回得道 说了你中探不中用 秦湛放下碗 向她扑倒 两人在床上疯闹 秦湛手机响 她催她去接 趁她不注意 赶紧翻身而起 远离危险源 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秦湛表情变得严肃 出声道 仔细查 待她挂断 陶细婷的事吗 秦湛放下手机 看着她说 他们查到跟陶细婷 在酒吧搭讪的人 雷毅 附近大学城里的学生 出了名的能混 米江西眼带一问 秦湛的表情明显是没说完 果然停顿了片刻 继续道 她歌是雷坤 道上人 跟楚金行有交情 米江西面色不改 你怀疑楚金行 我信证据 就像张阳死前 被人挑断 手筋脚筋 头上开了个洞 当时也有人 在缅甸见过雷坤 只是没证据 我不能肯定 是楚金行支持 江璇说 张阳是被烧死的 米江西跟秦湛 和好之后 问过这件事 秦湛很坦诚 他知道内幕 但杀张阳的人 不是他派去的 张阳在夜城 欺男霸女 嚣张跋扈 得罪的人 没有一匹卡 也有一面包车了 秦湛查到他人在那 只是私下里 把消息放出去 多的是人 想要他的命 秦湛说要张阳死 是板上钉钉 他答应米江西不碰 只能做到不亲手碰 米江西没辙 说再多张阳也死了 秦湛没事就好 他是第一次听秦湛提到雷坤 秦湛没从米江西脸上 看到过多的情绪变化 主动说 我可以不针对 但我有理由怀疑 正常 陶西挺好坏 跟别人怎么对 他是两码事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先跟你报位了 不是我故意找他麻烦 不是 你搞的一副 我在家独断专行 你很怕我的样子 不是 我什么时候独断专行了 腿胎多高 一个动作坚持多久 快慢 哪个不是你说了算 米江西恼羞成怒 情急之下 拖过去把他按倒 红着连倒 开始个结束 是我说了算吗 秦湛被他掐着脖子 嬉皮笑脸地回 你口是心非惯了 谁知道你说不要 是不是 敏江西陡然用力 秦湛假装挣扎 扑腾的几下 脑袋已歪装死 正常情况下 是个人都会放手 敏江西反而掐得更用力了 秦湛翻身将他压在下面 扣着他两只手腕 挑眉道 这么心狠手啊 想谋杀亲夫啊 敏江西瞪眼睁不开 挑心道 松爽啊 小香港家暴 秦湛将他身上宽大的T恤往上提 咬着牙说 打到你哭为止 第351集 敏江西自打跟秦湛同居之后 肉眼可见的荣光满蜜 陆玉驰则正相反 打从跟丁克确认关系之后 光速人比黄花瘦 知道的是他最近压力大 一周七天不休息 每天都有排课 晚上又要备战考试 不知道的 还以为纵欲过度呢 陆玉驰也很想纵 丁克不允许 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打滚耍赖抱大腿 才求得丁克答应 每天来他家复习 刚开始 陆玉驰下班来 到时间走 再后来 他主动要求加班加点 丁克随意 反正他困了就睡 完全一副家长 面对孩子高三十的状态 你学你的 我睡我的 心是好的 沿海城市 夏季台风高发期 天气预报 预警强台风即将登陆深城 先行放假三天 陆玉驰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趁势 常驻沙家帮 早上跟丁克一起去 他家楼下的江川面馆 本打算享受一下 难得的二人世界 结果丁克接了个电话 马上要走 台风都要来了 还要工作 财神也来了 给钱不要 陆玉驰憋嘴 多少钱啊 我给你 丁克镇定地说 上亿 我现在叫我爸 清算一下家底 都给你 丁克撇他 我要你加钱干什么 当聘礼啊 丁克一抬腿 陆玉驰闪到两米外 临走之前 丁克恐吓陆玉驰 认真复习 我回来抽查 啊 陆玉驰双手插兜 依依不舍地看着丁克 别打游戏 啊 别在门口处着 赶紧进去 该干嘛干嘛 丁克换好鞋 拿起车钥匙要走 陆玉驰将他扯回来 丁克知道他要干嘛 两人在玄关处 一顿地撕扯 到底还是叫陆玉驰 亲了一下 不等丁克发飙 陆玉驰松手 往里走 我去复习了 你路上小心 丁克俊脸通红 恨不能把陆玉驰 后背上 盯出两个窟窿来 骂得太多 懒得张一刺口 什么都没说 推门往外走 整个上午都还消停 只是外头风有点大 中午 陆玉驰给丁克发微信 胖胖 忙完了吗 不多时 丁克把电话打过来 出声道 我这平时半会儿忙不完 中午自己一顶点东西吃 陆玉驰失落 算了 在家随便做点得了 你家里买什么东西 铁锅外买能来死你 抱了今天台风回来 外卖小哥哥小弟弟太辛苦了 你不定餐 他们就没钱赚 谁中钱不辛苦 陆玉驰一点立场都没有 苗说 那我等一下多订几样东西 正好家里清清嘴也吃没了 别把我家弄得跟菊菜一样 事关了收拾肯定 他处女作 洁癖得要命 陆玉驰应声又问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没时间 楚静行最近在医院照顾孙长美 交给他几件事 他没想过办杂 而是想怎么才能够尽善尽美 陆玉驰才不敢在丁克工作的时候打扰他 聊了几句主动的 你忙吧 少喝点酒 你少吃垃圾食品 我餐正常点饭菜 行了 我正好在星王这边 给你订拍别家的牛排 陆玉驰马上高兴起来 谢谢蓬蓬 丁克骂道 谢谢你大爷 谢谢蓬蓬大爷 安静管 挂了 陆玉驰伴着熟悉的骂声挂断电话 神清气爽 想要打几盘手游 才刚看到图标 不行 他答应过蓬蓬 不能对不起蓬蓬 说好了 升A就上床了 身体上没搞上去 就别精神娱乐了 陆玉驰一咬牙 把手机上所有的游戏APP 全部清掉 正痛心棘手 微信响起 是三个人游戏权力的 荣耗爱得所有人 出来打游戏 秦家定回得很快 一如既往的干脆利落 哪个局 陆玉驰发了段语音 不行了 战友们 你们亲爱的队长 正面临着严重的事业危机 现在无形游戏 荣耗发来奇妙语音 陆玉驰点开 听到熟悉的声音 怎么回事 你们公司要裁判吗 秦家定打字 我过几天去你们公司去客 多少节目 他能度过危机啊 陆玉驰笑着说 不是不是 别紧张 我还没差到 被遣送回家的地步 忙着考核升级 期待C级家教陆老师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要改行呢 改行职业带练怎么样 秦家定打字 一个小时多少钱 陆玉驰在群里 跟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秦家定和荣耗去打游戏 陆玉驰继续复习 四十分钟后 家里门铃响了 外卖倒了 丁克给他订了半本点餐簿 东西能摆满整个茶几 陆玉驰举起手机 拍了张自己和一桌西餐的照片 微信想发给丁克 结果一时手快 发到了公司群里 几百人的大群 即便他秒山 还是有不少人注意的 哇 很少他群里看到陆老师说话 干嘛顺回 这么帅 我刚刚是看到陆老师在卖萌吗 不会是发错了吧 看你们一个个的 把陆老师吓得都不敢出来说话了 陆玉驰第一反应就是 赶紧翻相册 看刚刚那张照片里面 有没有任何不妥 或者是暴露丁克的地方 还好 除了自己那张刻意做作的卖萌脸之外 其余的只有食物 茶几 地毯 还有半截沙发 丁克家里不会有其他人来 他又不是爱拍照的人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的 陆玉驰去群里说了句 不好意思 手手发错了 有人八卦 一个人不会吃这么一大堆东西吧 看来陆老师金屋藏娇了 说这种话的人不止一个 没有 好想去猜 有人问 这么可爱的照片 陆老师 准备发给谁看啊 我大爷 下面几十个都是同一阵型 一连串的问号 真的 我跟我家大爷感情很好 只要不在一起 都会微信联系 费明跳出来说 哎 大爷真幸福 他一出来 群里百十来号人 都开始问候费总号 陆玉驰跟费明聊了几句 趁着别人猛聊之际 见缝插针地退下来 晚一点的时候 宾客打来电话 陆玉驰高兴地接通 蓬蓬 丁客骂道 你答应他 你在群里乱说什么 陆玉驰老是芭蕉地说 不小心发错了 你鼻子长得了 我都是出气用的 以后再也不跟你发照片了 他的声音很低 比起认错 更像是委屈 丁客隔着手机 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但突然心虚了 我说不让你发照片了吗 我让你看清楚再发 陆玉驰低声问 你现在要看吗 丁客觉得陆玉驰在 故意转可怜 可他不敢打击 怕万一是真的 再戳伤了陆玉驰的自尊心 耐着性子 他出声说 发吧 陆玉驰无声偷笑 把照片发过去 丁客很快就看了 问 你吃没吃呢 刚吃 那你吃吧 我还有事 陆玉驰嘴里嚼着牛排 出声说 谢谢胖胖 丁客想骂你大爷 话到嘴边 挂了 等你回来 中午饱餐一顿 陆玉驰把茶几收拾干净 下楼去买花 在楼上不觉得什么 出来才发现风势很大 街上险见行人 还好花店就在附近 陆玉驰推门进去 老板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笑着说 你好 欢迎光临 陆玉驰微笑回应 看着桶中的红玫瑰 说道 麻烦帮我把这些都包起来 老板过来打包 中途聊天 送女朋友吗 陆玉驰笑着点头 这种天气还出来 给女朋友买花 一看就是真爱 您再晚进来五分钟啊 我就要关门了 这么早就关门 我之前看你们晚上九点多 都还开着 预报说 今天有特大台风登陆 我早上看天气还不错 就开了 果然 老天爷的脸啊 说变就变 听您说话不像本地人 东城的 怪不得 您那边没有台风吧 没有 那您一定要小心 我们压害城市的台风啊 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次预报还说台风很大 现在就开始变天了 估计晚一点下雨啊 还要更严重 尽量别出门 陆玉驰心里记挂的是丁克 想着等下回去 还是要催他赶紧回来 一大捧玫瑰花 花感比成人的腰还粗 老板要进包装 不用麻烦了 多少钱 没关系 我不收您包装费 给您包的漂亮一点 女朋友看了更开心 陆玉驰淡笑 没关系 我回家直接插起来 他也不会看包装 你早点下班回家 免得家被人担心 老板笑着说 您仍太好了 当您女朋友 一定特别幸福 一共三千六百九 您给个三千五就好了 陆玉驰微信支付 还是给了原价 老板不好意思 马上从桶中 抽出了一把红百合 用牛皮纸包上 非要送给陆玉驰 这个是澳洲进口百合 很香 你拿回去啊 去去房间 陆玉驰道谢 结果 老板帮他打开门 一阵风吹过 他第一反应是 祸着怀中的玫瑰 回到家 陆玉驰给丁克发微信 老梦 你什么时候回来 怪没多变天了 你在哪儿 我去接你 丁克没回 我一个人在家好害怕呀 你也知道 平原地区的人啊 根本没见过台风 你忍心留我一个人在家里吗 十分钟后 陆玉驰看着没有回复的手机 硬着头皮给丁克打了个电话 大不了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通嘛 早习惯了 扛得住 然而电话打过去 显示的缺失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陆玉驰以为信号不好 又打了一次 又是关机 八成在谈重要的事情 不想被人打扰 陆玉驰暂时放下手机 拿出丁克家里的花瓶 用玫瑰和百合一一插上 不过一两个小时 外面狂风大作 微博热搜前几位都是在说 特大台风登陆深城的事 还有网友晒出 空中飘床单被照 和各种可疑物品的视频 陆玉驰去年来深城的时候 也是这个月份 也报道过有台风 但都是小型的 顶多是刮点风 下点雨 不影响正常工作 这次是肉眼可见的强势 下午三点多开始下雨 风雨交加 可见度骤降 手机响 有微信进来 陆玉驰马上拿起来看 结果是成双在群里说 你们别出去乱跑啊 台风电口不好要出人命的 在家 在丁克家 敏江西跟成双 不约而同地放出一张 海报式鼓掌的表情包 三个人聊了几句 陆玉驰家里面打了电话 担心他在深城不安全 陆玉驰每隔半个小时 给丁克打一次电话 军事关机 微博上 实时更新着这次 特大台风的消息 从风速到雨湿 警报都升级成了几个颜色 陆玉驰联系不上丁克 心里面的焦躁跟台风的极数一样 频频的攀升 才晚上五六点钟 天已经刮得黑了 阴云密布 腰风四起 陆玉驰看着通话记录上 最新的一个联系人 他已经给丁克打了十次电话 资料是一眼都看不进去 陆玉驰满脑子都是丁克 晚上八点多 有人在群里发了图片和视频 说是出事了 叫大家千万别出门 万不得已出门 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陆玉驰首线 点开看了一眼 是自家车 被路边的树砸中的画面 还有走着走着 头顶上的广告牌掉下来 街上能被吹起的东西 无一幸免 这种时刻出门 简直就是在挑战天上下刀子 能不能见红 越看越焦躁 越焦躁越想看 陆玉驰一边给丁克打电话 一边刷微博 微博突然上了条热搜 几辆自家车行经桥底 被突然坍塌的桥面压住 事发地在兴旺附近 呼吁大家绕行 以及确保出行安全 看到兴旺儿子 陆玉驰的脸都白了 点开新闻下方查看消息 没有任何有关车辆 和人缘的结载 他猛地起身 穿上鞋 往龙下跑 外面的天 像是某位神仙在渡劫 小区里那么粗的鼠 都在摇摇欲坠 他没有打伞 冒着雨冲到街边去拦车 街上的车辆很少 他等了五分钟 才拦下一辆 去兴旺 去兴旺 您没看新闻呢 那边出事了 正在封路抢救 四季摆着连说 麻烦您把我送到最近的地方 我自己去 四季看他浑身湿透 魂不熟射 大抵猜到是跟新闻报道有关 没再说其他的 扣牌开车 外面雨势大道 司机不敢开超过四十码 车内广播 一路播放着哪个路段危险 哪个路段需要绕行 中途传来其他司机的说话声 新往那边的桥塌了 一起压了四辆车 现在挖出来一辆 司机和副驾都死了 说实的时候我正好经过 有一辆奥迪银压在下面 哎 归天气都没 陆玉驰这边的司机 生怕敏感 赶紧关掉 陆玉驰却猛地侧头 出声道 您能联系上 刚才说话的人吗 司机愣了一下 啊 刚才在里面说 桥下压了奥迪的人 您能联系上吗 联系不少 余光瞥见陆玉驰 魂都丢了一样 司机忙又补了一句 我给您问问 看有没有人在新往附近 他拿起手持对讲机 喂喂 有人在新往那边吗 不多时 有人回答 亲往那边封路了 过不去 谁知道 亲往那边具体情况 若是压了四辆车 现在又一辆挖出来了 一男一女 东北就过 司机小心的措辞 好像听人说 压在桥下的 有辆奥迪 那不知道 我听说封路就绕路了 另外一个声音呢 什么情况 你问这个干什么 司机不敢侧头 看陆玉驰的脸 出声回答 我现在在一个乘客 往新往那边去 乘客想打听一下 那边的消息 文言 对方都瞄懂 同样回得小心翼翼 这个还真不知道 你这新往要从南接绕 那边都疯了 只能听到盛天门口 收到 谢谢 一通打听 什么都没打听到 司机宽慰说 应该不会有事 陆玉驰一声不吭 掏出手机打给丁克 意料之中的关机 吃几分钟后 车子靠路边停下 陆玉驰付钱 您等一下还回来吗 不知道 这边不好打车 我等您十分钟 您要是回来 我再把您送回去 陆玉驰道谢下车 车门才刚一打开 狂风大作 加上急雨 拍的人眼睛都睁不开 他用力地关上车门 偌大的一片广场 一个人眼都没有 陆玉驰在雨中飞奔 按照司机指的方向 绕过高大的建筑物 往右看 前方像是断了电 百米之内一片漆黑 只有一处灯光聚集处 定睛一瞧 是警车和救护车 一旁还有专业的工程车 在抢挖 随着陆玉驰的跑进 他看到坍塌的桥面 雨水落在山上 打得人念如针刺 他却浑然不觉 甚至看不到警方 临时拉的警戒线 直接往里冲 身片雨衣的检查见状 慢慢拍地跑上前 将他拉住 危险 陆玉驰心底问着 车都挖出来了吗 有奥迪吗 有一个个子不高 长得很好看的年轻男人吗 他受伤了吗 可事实上 他一个字都没说 只是疯了一样地往前挣 两个警察拦住了他 从车里又出来几个 大家七手八脚地 把他按住 陆玉驰实在挣不动 冲着挖掘机 跑下的方向 声嘶力竭地喊 丁克 风雨交加 他的声音淹没在 工程车的搁吱声中 警车和救护 车中的人 皆是目不转睛 心里难过 有人帮陆玉驰身上批雨衣 他在混乱中 抓住一个人的手柄 让我进去 警察劝道 我们会尽快把上车抢救出来 你先冷静一下 陆玉驰完全听不进去 自顾道 求你了让我进去 几个警察硬绑着陆玉驰 远离危险区 陆玉驰嘴上喊不出 丁克的名字 心里已经喊了一百遍 一千遍 他宁愿自己有事 也不想丁克受一点伤 丁克 千万不要有事 由于陆玉驰情绪激动 警察只能先把他戴上 称安服 他浑身湿透 密色如指 医生送来保暖潭 喝对了葡萄糖的水 他连谢谢的话都说不出口 警察从旁安慰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也相信您的亲友 话音刚落 陆玉驰双手捂着脸 无声发抖 灼热的眼泪顺着掌心流下 暖不了早就冰凉的身体 他不相信 谁都不信 车上手机响了 大家都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最后发现声音是从陆玉驰身上传来的 警察派了派陆玉驰的手柄 您手机响 陆玉驰不想动 也没有精力应付其他人 没辙 警察只好自己从陆玉驰的裤带中抽出手机 划开了接通键 喂 对方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道 你是那位 我是警察 陆玉驰在哪 警察瞄了眼 身旁头部抬眼不睁的陆玉驰 出声了 您是机主什么人 我是他朋友 您朋友在兴旺 他现在情绪比较激动 您方便的话 先劝劝他 我们这边正在抢救 没有多余的人手照顾他 阿板您让他接电话 警察重新拍了拍陆玉驰 您朋友的电话 陆玉驰闭着眼 把手机贴到耳边 声音沙哑 喂 你不去醒望干什么 熟悉的声音 陆玉驰愣了片刻 紧接着睁开眼睛看雷电 碰碰 说不出是惊喜还是做梦 陆玉驰激动的一时 发不出声音 慢慢拍说 你没事 冰壳躁道 我能有什么事 刚回来看见你不在 你大晚上不在家待着 好心忘去发什么疯 陆玉驰听着熟悉的叫骂 物资笑道 你没事 他眼里都是眼泪 唇角却是上扬的 丁客的骂声 充斥着整个警车 警车上除了陆玉驰之外 还有三男两女 众人皆是面面相觑 心思各应 似乎嗅到了一股 不寻常的友情气息 你过在原地等着 我现在去接你 你别来 我自己回去 少废话 你怎么等我过去 真别来 外面雨太大了 警察把手机拿过去 还不等出声 就听到丁客骂 你他们脑子有毛病 这么大的雨还往外跑 等你回来呢 我们把你偷一打折 警察被劈头盖脸地 骂了一顿 见缝插针 赶忙道 你好 这里是兴旺区警察分局 天气恶劣 尽量减少出行 我们会把您朋友 安全地送回家 您不要过于担心 丁客十分礼貌地回答 不好意思 该您添麻烦了 警察觉得电话那头的人 肯定是人格分裂 暴躁和绅士 可也无缝切换 真想看看本人长什么模样 能让身边的大男人 又哭又笑的 警车快到熟悉的 小区门口时 陆玉驰已经隐约地看到 路边站了一个人 那人在狂风暴雨之下撑着一把伞 伞跟人一样 都是弱不禁风 麻烦停一下 陆玉驰迫不及待 警察刚把车停稳 他马上推开车门 冲进雨中 丁客迎上前 把伞照在陆玉驰的头顶上 陆玉驰握着伞柄 推了回去 丁客骂道 你何知道回来啊 你出来多久了 这么大的雨 你站在外面干什么 你他妈说 我站在这儿干什么 警察实在是太好奇了 顶着雨从车上下来 丁客暂时忍了怒气 连连道歇 快回去吧 没事尽量别出门 丁客含手 给您添麻烦了 应该的 你们都注意安全啊 回头给你们送警棋 不客气 让我们先走了 丁客跟陆玉驰站在伞下 笑着送警察上车 又目送警车离开 陆玉驰刚侧头要说话 丁客一拳打过来 他猝不及防 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 丁客还要上脚 陆玉驰撒鸭子往小区里面跑 丁客跟在后面追 想给他打伞 念不上 两人一路跑回了楼里 陆玉驰等电梯时 丁客进来 他马上靠着墙根说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丁客把伞都卷好了 就差抽 可看着陆玉驰浑身湿透 脸色煞白的样子 怎么都下不去手 怒火攻心 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恨不能把他剥皮拆骨 电梯门打开 陆玉驰倒退着往里进 生怕丁客出手伤人 丁客走进去 按下了楼层 别开视线生闷气 两人落汤筋一样地回到家里 丁客低头换鞋时 被陆玉驰推在墙上强吻 长柄伞倒在地上 丁客瞪大了眼睛 陆玉驰狠起来 根本不给他机会 同样是男人 丁客比陆玉驰矮了半头 前者常年焦急应酬 烟酒不离手 后者日常健身 除了打游戏外 无不良嗜好 针杠起来 完全就是豹子和猫的区别 不在一个等级上 丁客被吊打 就差被按在地上摩擦 一股急火窜上头顶 他一咬牙下了狠口 陆玉驰只觉得 舌尖骤然一通 不免停下了动作 丁客趁势将人推开 随手抄起鞋架上的盒子 朝陆玉驰身上砸去 那是一个蛋糕盒 里面装着一只六寸的蛋糕 丁客跟人谈了 大半天的工作 中途喝下午茶时 吃了酒店的蛋糕 觉得还不错 叫人又做了一个 特地带回来 盒子包装得很紧 砸在陆玉驰身上 又掉在地上 盒盖也没打开 只是蛋糕 肯定是大头朝下了 丁客气冲冲地 等着陆玉驰 陆玉驰不痛不痒 甚至勾起唇角朝他笑 笑着笑着 眼前清楚地 蒙上了一层水屋 丁客心底一慌 还以为是自己打疼了 目光不再坚定 他慢慢拍双 我该 外面什么天你看不见 哪有事 你往哪钻 找死吗 陆玉驰眼里 盛放的东西太多 一不小心晃出一滴 丁客控制不住 没心一措 动了动唇 说你还委屈了 我说的不对吗 要是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 我怎么 悬崖勒马 后面的话丁客没说完 只是表情更生气了 陆玉驰弯腰 把蛋糕盒捡起来 站在丁客面前 开口说 你没事就好 丁客想问候他大爷 奈何如梗在喉 陆玉驰微垂着视线 低声道 我能亲你吗 丁客烦躁 不能 陆玉驰沉默了两秒 我想 说吧 他低下头 丁客本能地抬手 被陆玉驰按住 重新吻了上去 丁客躲了几下之后 突然觉得有点累 干脆贴在墙上一动不动 游着陆玉驰 唇齿相顶 陆玉驰用力地弹入 丁客尝到了血腥味 乍一下还以为 陆玉驰受了内伤 正想推开他问问究竟 结果突然想到 是自己咬的 自己咬的 吞了还有 吞了还有 血腥味久久不散 他这是咬的多重 陆玉驰还那么灵活 不疼吗 兴许是淋雨的缘故 丁客头重脚轻 甚至有那么一会儿 是完全神油的 直到陆玉驰偷偷摸摸地 企图动手动脚 丁客这才不轻不重地咬住 陆玉驰睁眼 便对上丁客 予以警告的目光 含糊着嗡了声 丁客松口 陆玉驰推开 这些天 陆玉驰死皮赖脸地 跟着耗着 司马昭知心路人皆知 丁客也习惯了 被他各种形式的占便宜 没力气发火 不冷不热地说 请雨洗澡 陆玉驰望着他道 一起吗 丁客收回 没力气发火的话 追着陆玉驰听 愣是把陆玉驰踹进浴室里 浴室中 哗哗的水声传来 丁客站在门口说 衣服给你放床上了 脱下的 直接扔洗衣篮里 哦 丁客去客窝洗澡 等他冲来时 看到身上穿着T恤 下身围着浴巾的陆玉驰 坐在沙发上吃蛋糕 走近 丁客醋眉的 裤子呢 陆玉驰抬头 坦然又委屈地说 天气挤挤还能穿 裤子穿不下 丁客后悔 自取其辱 坐在陆玉驰对面擦头发 陆玉驰咬了一勺蛋糕递给他 他别头 自己吃 陆玉驰习惯性地插开腿 丁客无意间一瞥 看到陆玉驰膝盖下半指长的划痕 心伤 怎么搞的 嗯 腿 丁客下巴一抬 陆玉驰低头看了眼 说 不知道 可能在哪擦的吧 丁客把毛巾甩在桌子上 起身离开 再回来时 手里拿着药箱 坐在陆玉驰身旁给他上药 酒精碰到伤口 陆玉驰疼得直躲 丁客错眉道 别躲 疼 忍着 太疼了 陆玉驰整个人往沙发的另一头滚 动作幅度太大 腰间的玉鲸散了 丁客眉头醋得更深 出声提醒 玉鲸开了 不说还好 他话音刚落 陆玉驰翻身而起 玉鲸直接从腰间滑到沙发上 丁客看着面前的陆玉驰 险些没一口气撅过去 第一反应就是避开视线 随后咒骂 陆玉驰你他妈是不是神经病啊 陆玉驰拿起玉鲸 重新将自己缠上 委屈巴巴的说 我也不想挂空挡 你得我穿上勒得慌 丁客闭上眼 伸手扶额 脑人疼 第三百五十三集 台风天 哪儿都不能去 闭江熙把秦家定叫到家里 三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鬼片 闭江熙坐在中间 左边是秦家定 右边是秦湛 刚开始都是自己看自己的 互不打扰 没多久 秦湛就偷着去拉他的手 闭江熙不着痕迹地拿了个抱枕抱在怀里 恰到好处地挡住秦家定的视线 秦湛跟闭江熙十指相控 当着秦家定的面 没法肆无忌惮地谈情说爱 只能暗措措地捏他的手心 给他暗示 闭江熙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用力回望 示意他别瞎撩 秦家定心思敏捷 秦湛跟闭江熙细微的小动作和小表情 都被他看在眼里 看完电影 他主动说 我回去了 闭江熙侧头 回去干嘛 睡觉 在这睡吧 客位一直都是你儿室在住 我睡不惯别人的头 秦家定起身 坚持要走 我送你 不用 那让你儿室送你回去 外面雨下这么大 我走地下车库 我回去拿点东西 两人从闭江熙家里面出来 进了电梯 秦家定一如既往的面色淡淡 开口道 我又不出门 这么近有什么好送的 怕你挑礼 挑谁的 你二婶啊 秦家定面无表情 想多了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有人愿意跟你谈恋爱 我谢谢他还来不及呢 秦湛瞥了一眼 这叫什么话 是我不想跟别人谈 又不是别人不想跟我谈的 秦家定不以为意 你开心就好 两人下了地哭 秦湛边走边说 最近感觉怎么样 老师成了二婶之后 有没有不适应啊 有 秦湛有些意外 哪不适应 秦家定目视前方 淡定地说 你们不用在我面前遮遮掩掩 正常谈恋爱 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秦湛眼底狐疑更深 我们什么时候遮遮掩掩了 明明就是在一起睡 非要装作个睡个的 秦湛顿时调眉 你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 秦湛像是对别人的八卦很感兴趣 追着问 怎么看出来的 用眼睛看的 秦湛唇角扬起 你每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研究我们干什么 我也不想研究 谁让你们漏洞百出呢 秦湛更是想象 你这话让你二婶听见 他要哭的 你不知道他每天 伪装的多辛苦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叫他别费这个功夫 有时间干点什么不好 你去跟他说 我不说 他记仇 他记谁的仇也不会记你的仇 有什么好事第一时间想到你 就怕把你给落下 还没结婚就替他说好话 秦湛侧 吃醋 他对你好就是对我好 搞得一副你是我二叔的家事 你们不用时时刻刻都想着我 我不是几岁的小孩子 还像小时候一样走哪都要带着 我也不是除了你们之外 就没有其他人可以一起玩了 你有时间就多陪他 我巴不得你们早点结婚呢 到时候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喊他二婶 秦家定太懂事 秦湛这些年唯一心疼的人就是他 伸手搭在他肩膀上 他来了不会把我抢走 只多个人跟你一起玩 我知道 你对他的感情没有比对我的深吧 有你他才是我二婶 没你他就是姐 这我就放心了 怎么样我都是你二叔 我二婶要不是他 别指望我对下个人和颜月色 秦湛眸子微挑 这么挺的 因为是他 我才认他当二婶 现在轮到我吃醋 你跟他别太好 我嫉妒 那你等一下别回去 跟我在家打游戏 秦湛一本正经的说 我也想 他怕台风 一个人不敢在家 秦家定抬手 把秦湛搭在肩膀上的手臂拨走 头也不回的进了电梯 秦湛站在外面 明知故问 不用我送你上去 秦家定懒得回应 秦湛笑了笑 转身往回走 回到闽江西这边 他出声道 我刚想给你发微信 看你没带手机 怎么了 我想让你留在那边陪他 他一个人多无聊 秦湛打去 那你一个人不无聊 闽江西瞪了他一眼 我重要还是你亲侄子重要 现在他跟你比跟我亲 刚还劝我有时间多陪你 早点把你娶回家 闽江西眼带狐疑 真的假的 他确实长大了 我还当他十六七岁的时候 闽江西下意识地问 你哥那里怎么回事啊 秦湛危顿 闽江西马上道 我随口一问 你不想说就不用说 秦湛靠在沙发上 没有掩饰心底的纠结 但也没有沉默太久 开口道 我哥早年有喜欢的人 但我奶奶不太喜欢 觉得女方跟我哥在一起 不是真心实意 所以给我哥介绍了 另外一个就是家庭他妈 闽江西才听到 就忍不住眼露惊茶 秦湛平地一声雷 自顾自当 我见过他几回 那个时候在十一二岁 印象里挺高傲一人 我知道我哥不喜欢他 跟他摆过脸色 他私下里跟我说 我没妈 可以把他当妈 当时我只觉得 他目标挺高 长大后才明白 他这是嘲讽我没妈 闽江西心里不是滋味 但也不好贸然攻击 毕竟是秦家定的妈妈 秦湛面上没有喜怒 平静地说 我哥死活不答应 跟他在一起 还跟他喜欢的人 有了孩子 想逼我奶奶同意 我也去求过 但是家定他妈 不知怎么 也说怀了我哥的孩子 当时家里乱成一锅粥 我哥甚至笑过贵 两面都是孩子 我爷爷奶奶 又不是草菅人命的人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家定他妈 偷着去找我哥喜欢的人 跟对方说 他们就要结婚了 给他钱 让他把孩子打掉 对方被他逼到跳楼 死了 秦湛一举一个坑 听得闽江西表情都没敢做 他回忆起当年的事 早就没了情绪波动 只剩淡定的陈说 我哥疯了一样 第一次看见他 在我爷奶奶面前吼 说要不他死 要不家定他妈死 家里人也怕出事 没敢再提结婚 把家定他妈藏起来养他 八九个月 大家都以为我哥 已经能接受现实 结果他找到家定他妈 说永远不会娶她 也不会认家定 然后一个人去了国外 一走就是起了约 是被我奶奶硬逼回来的 我奶奶让他必须 给家定一个交代 我哥当着两方家长的面 说让他认家定可以 除非家定他妈死 闽江西在接触秦家定的时候 想过无数种豪门私生死的戏码 可现实永远比想象的更加血腥 他等了半晌 不见秦湛出声 低声问 然后呢 秦湛一眨不眨地回答 挑楼了 跟我哥喜欢的人一样 连楼层都没变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想让我哥 一辈子都过不去这道卡 闽江西一言不发 先知的人真的很可怕 我分不清他是爱我哥还是恨我哥 出事的头两年 我哥一直觉得女方这么做 不是想替家定要个身份 而是故意要用这样的方式 用这种存在折磨他一辈子 让他看见家定 就想到家定他妈 这样我哥就能永远都忘不了他 闽江西不寒而令 他是第一次他恋爱 也是第一次爱人 自诩占有欲很强 但如果哪天秦湛不爱他了 他可能会躲得远远的 就算不能大度地祝福 也会默默地恨着 不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让他记他一辈子 虽然某些想法很邪恶 但是一些人不得善终是有原因的 怪不得你哥一直不肯回国 早年我哥年轻 确实不想看见家定 但是家定五六岁之后 我跟他聊过 他说不是故意躲着 是习惯了 以前怕看见家定就想到他妈 想到被他妈害死的两条人命 后来是没办法面对家定 因为是他让家定没了妈妈 就算那个人再不好再不堪 但家定有全力享受妈妈的陪伴 我哥也没想好 怎么告诉家定这些事 怕他承受不了 自己的妈妈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的人 自己的爸爸 又是害死自己妈妈的凶手 敏江西心里堵得难受 下意识地道 那他也不能逃避啊 让家定连爸爸的陪伴都没有 陪伴 父子情深 然后 家定问起他妈妈的事 要怎么说 什么时候说 说了之后他能不能承受 想不想原谅 我哥不想把这些难题推给家定 所以他选择全心全意 做个不称职的爸爸 这样等到家定成年的时候 他会如实相告 可能家定也没那么为难 毕竟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容易得多 敏江西无言以对 都说有问题就解决 可是有些问题生来就是无解的 感情不是公式 永远没有正解 勤家定苦 勤疯苦 子去的也难逃苦痛 生而为人 看似凌驾于万物之上 拥有更多的七情六欲 可恰恰是这些锋利的七情六欲 才是生而为人的代价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不是调性 是发自内心的求解 敏江西看着秦湛满眼的悲伤 秦湛将他抱在怀里 低声道 我宁可这些事都发生在我身上 敏江西鼻子一酸 想到秦家定离开时的背影 丁丁和洛佳佳都说他酷酷的 可他一早就察觉到了 那是远远超乎同龄人的敏感和鲜心 身边人稍微的风吹草动 他都能提前感知 对陌生人远离是不屑一顾 对亲近的人远离是不想打扰 他太懂事 懂事到让人心疼 两人窝在沙发上 两久亲战开口说 赶紧嫁到我家吧 我们都很需要你 放在从前 敏江西会觉得他在开玩笑 但是现在他笑不出来 亲战搂着他的肩膀宽围的 别为难自己 我们想了这么多年 都没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更难 尤其是有血缘的人 亲战没计划 命将戏亲生的 我爸当年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我妈就差把东城翻过来 也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他就像凭空消失了 外面有风声 陈他坚守自刀 跟地方组织有牵连 不久 警方要把他跟通缉犯摆在一起 很多人都觉得 我恨他是因为被他牵连 被人戳击两骨 连我妈 都一度不理解 跟我发脾气 说我白眼浪 可我只是恨他 为什么连生招呼都不打 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都是我爸 只要他跟我打生招呼 我死都会替他保守秘密 这样我们就不会发疯死地找他 我妈也不会病急乱投医 穷到人渣头上 离开东城去汉城 我没爸没妈 比起妻我妈傻 为了人言自杀 我更恨我爸 是他一个人毁了我们全家 我恨他好多年 越想越恨 越恨越小 几年前 我才突然想明白 我恨的不是别的 是他不辞而别 我太想他了 每分每秒都在想他 仅此而已 血缘就是这样 只会因为爱不得才恨 秦寨用力地抱紧敏江西 低声说 我帮你找 不找了 习惯了 如果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不知道会痛哭流涕 还是视而不见 秦寨把敏江西拦在怀中 我永远不会一走了之 我会一直陪着你 敏江西把脸埋在秦寨的伯格 闭眼回道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和家定 秦家定在家闲着无聊打游戏 一局结束 忽然看到两个熟悉的ID 正是敏江西跟秦寨 两个人邀请他作队 秦家定模棱两可 按道他是一个人才玩游戏 对面两个人 干什么不好 非要一起打游戏呢 点了同意 三人成了一对 游戏刚开始 敏江西的游戏人物就跑到秦家定的身边 替他切瓜砍菜一样扫平了障碍 秦家定狐疑继续往前走 奔想去前面打大怪 结果秦寨的游戏人物在半路出现 截胡大怪 带他平地上分 躺赢 一连几局都是如此 秦家定还没有开始游戏就结束了 他终于忍不住寒话 你俩背着我做亏计事了吗 第三百五十四集 台风登陆期间 大家都尽可能地足不出户 可以有些人不得不动 比如险天佐 秦湛把陶希婷的事情交给他罢了 他最先锁定的嫌疑人就是雷 假之雷坤跟楚金行之间的关系 难免更多了几分怀疑 起初他只是抓了当晚跟雷一一起的同伴 想从他们口中逃出些话来 没料到 这几个不着调的毛头小子 嘴巴意外的眼 耗了一个晚上 什么都不肯说 这下更加重了险天佐的疑虑 他叫人把雷一也带回来 雷一猖狂惯了 硬被人扭到险天佐面前 丝毫不怕 只是摆着架子的 你谁啊 险天佐面无表情 这个月十六号晚上 你在哪儿 跟谁在一起 干了什么 雷一眉头醋得更深了 你他妈有病吧 我跟你说得着吗 险天佐不动声色 举起手机 把陶希婷的照片给他看 认什么 雷一焦躁得很 随便瞥了眼 扬着下巴道 顺不认识关你什么事 话一落下 站在他身后的人 突然按着他的头 往桌上里扑 轰的一声 雷一侧脸 砸在木面的茶几上 脸都变了醒 险天佐眼睛都没眨一下 淡定的说 仔细看清楚 认识吗 雷一起不来 虚辱滋生愤怒 愤怒又暗生叛逆 调心道 认识怎么样 我认识又能怎么样 险天佐手往后腰一摸 下一秒 一把三寸小刀 直戳在雷一面前 当真是刀尖入目三分呢 雷一甚至感觉到了 鼻尖一凉 弄了几秒 他怒急返效 夏虎 你他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不说清楚 雷坤来了也带不走你 雷一闻眼 似笑非笑 知道我哥是谁就行 要挟到小爷头上 你出去打听打听 我雷一让没让任何人威胁过 险天佐给身旁人使了个眼色 男人走开 不多时 一行人鱼贯而入 一人手里拖着个麻袋 袋子里明显装着成年人 雷一起出漫不经心 直到袋子口打开 他看见里面熟悉的面孔 皆是被堵住嘴 满脸刮菜 卧槽 雷一挣扎着想起身 奈何身后人死死地将他按在茶几上 险天佐拔出他面前的灯 随手一甩 正盯在其中一人面前 雷一大怒 骂声脏话 而后道 你他们有本事冲我来 别动他们 年轻气盛讲义气 险天佐看了眼雷一身后的人 对方松开手 雷一直起腰 险天佐点着桌上的手机 还是那句话 认识他吗 雷一满眼愤怒地看了眼险天佐 而后打亮着手机中 陶希婷的照片 醋梅的 不认识 十六号晚上九点多 你在大学生一家到费克的酒吧里 主动给他买单 还请他喝酒 雷一粗眉 你最好想清楚再说 雷一耐着性子 慢慢拍说 想起来了 是有什么个事 怎么 我花钱请他喝酒 得罪你了 从酒吧出来之后 你们去哪了 雷一翻脸四番书 粗眉道 关你屁事 你想干嘛 一次硬说清楚 别得寸进尺 我忍耐有限 你们把他带走轮间了 你他妈放 话音未落 雷一被身后的人扭着胳膊 踢跪在显天佐面前 膝盖撞在仓库水泥地上 哭通一声 他咬着牙没哼出声 慢慢拍抬起头 恶狠狠地道 你有病就去看病 想找老子麻烦就直说 别他们在这恶心人 剑天佐充耳不闻 灭不改色地说 如果没有 你们当晚在哪 在干什么 你喊我一声吧 我告诉你 剑天佐眼睛看着雷一 手一动 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动作 只是眼前荧光一闪 下一秒 被堵住嘴的人闷哼一声 小刀只戳进了身上 很快 麻袋下面渗出了血 雷一疯了似的大骂 显天佐又从后腰处 摸出同样的三把小刀 对着牙子晕裂的雷一道 我再问一遍 十六号晚上 十六号晚上 你在哪儿 在干什么 雷一瞪大了眼睛 咬牙切齿 看着剑天佐 别动他们 有本事你 剑天佐一动 手上的刀子少了一把 麻袋下的人闷寒出声 雷一挣扎地说 我他妈弄死你 显天佐面无表情 再次出手 又有一个人挨了刀子 一共四个麻袋 三个里面都疼得 全在一起 雷一被折磨疯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剑天佐坐在椅子上 逆着跪在面前的雷一 一言不发 我得罪过你 还是我哥得罪过你 剑天佐坐视抬手 雷一下意识地说 不要 我说 剑天佐停下 我说你放他们走 你不说清楚 今天谁也走不了 两人目光相对 雷一知道 剑天佐不是恐吓 沉默半傻 开口道 十六号晚上 我们五个在男性旅社 喝酒打牌 无信你去问店员 他们在店员认识我 图此之外呢 雷一眉头猝气 你想说什么 我他们都不认识 你手机里的女人是谁 在酒吧里 我请她喝酒她喝了 叫她出去玩她不去 我们走的时候 她还没走 你这么屌 去调监控啊 男性旅社就是扑普通通 一家私人旅店 你们几个的家庭条件 应该不差钱吧 什么原因 图纳环境好 还是不安监控 雷一目光短暂变化 而后一闸不闸地回答 我雷一敢做敢当 是我做的 我不会连累兄弟 不是我做的 你打死我也没用 我警告你啊 最好马上放了我们 我跟我哥每天都要通电话 他知道我被抓 不会放过你们的 先天左没有说话 下巴微动 有人上前将雷一五花大绑 塞进了麻袋里 跟其他人一样 倒吊在半空 故意没堵他们的嘴 不是想听骂声 而是看他们谁 最先受不了开口 啤酒打牌 如果只是这样的原因 一帮二世族 不会屈居 连监控都舍不得安的小地方 更不会遭了这么大的罪 还选择咬牙硬挺 年轻人讲义气 有 但更多的情况下 是为了自保 很显然 比起折磨 他们更怕 背后隐瞒的事情曝光 雷一有一点没撒谎 他的确每天 都跟雷坤通电话 一天一夜没联系上 雷坤就知道他出事了 道上混了十几年的人 遍地都是眼线 打听一下 很快便落到了秦家头上 雷坤找显天佑 问是不是他带走了雷一 显天佑回得理所应当 不是我 他年纪小不懂事 要是哪里得罪了人 你们大可以来找我 要是我的事更好办 直说 没必要冲我弟弟下手 我是不记得你哪里得罪了 你有印象吗 张阳的事情若不是挡家压着 肯定要在夜城闹得沸沸扬扬 秦湛也是家大夜大背景英 禁得住折腾 换一个 还不知道要被多打的黑锅 显天佑早就怀疑跟雷坤有关 奈何查不到证据 雷坤闻言 我们之间没交去 但也井水不犯河水 没必要为了莫稀有的误会结仇 秦家做事从来不会仗势欺人 如果欺了 一定是对方哪里先出了错 不是你的问题 只能是你弟弟的问题 我最近挺忙 对他也没有秦家管教 他哪出了问题 我来处理 你去问我哥 他的事我管不着 请你带个路 我亲自拜会 他不喜欢跟不熟的人打交道 你还是自己去找吧 两人约在茶餐厅见面 显天佑扔下自己的点心和饮料钱 自顾离开 完全不给雷坤面子 雷坤十三四岁就在外面昏了 风头正进时 跟越州沈兆荣齐名 整个南方五省的道上人 没人不给他面子 警方见了他都要客气几句 因为知道 肯为他卖命的人太多 十几年的牢都顶了 人送外号 不死身 当年落出那么大的事情 才判了三年 他就是在这期间 遇见了同样坐牢的处金刑 也是在这期间 决定金盆洗手 说是金盆洗手 污水里泡过的白布 再怎么洗 也不会像最初的板 雷坤只是退居幕后 从自己出手 变成了老板 手底下还养了不少的人 当初初金行一个电话打过去 说是要张扬找他进行 他二话没说 亲自跑去缅甸 要了张扬的命 这条命是他送给初金行的 当回报监狱里 初金行曾经帮过他的恩情 张静芳找秦湛的麻烦 雷坤也曾经耳闻 显天又走后 他在茶餐厅里坐了半天 怀疑秦家是不是因为那件事 找个借口打击报复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绝对不会连累出金行 全当是自己惹了秦家 台风来得快 走得也快 风雨一停 立马波云见日 敏江西去公司打卡 秦家定跟他一起 路上商量着 等下去吃生煎包 还是吃鱼片粥 刚走到街边 鸡米外停靠着商务车 突然打开 从里面迅速地冲下来一帮人 皆是戴着口罩帽子 直奔秦家定而来 事发突然 敏江西跟秦家定先是一愣 紧接着同一反应 拉住对方的手臂 想把对方撞到自己身后 距离太近 陌生人根本不给他们逃走的机会 冲上来将两个人拉开 拽着秦家定就往车里拖 家定 敏江西放声大喊 秦家保镖纷纷从不远处的车上跑过来 秦家定已经被拉上车 敏江西死拽着其中一个人不放 眼看着保镖已经赶到 男子从身上抽出刀 横在敏江西脖梗中 威胁道 天后 保镖们围成一个圈 不让上前也没有后退 男人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刀子往下一压 敏江西立马收紧呼吸 顾声忙道 别动他 他带着一帮人主动往后退 敏江西摒着呼吸说 带我一起走 我不让他们跟 身后男人没出声 敏江西朝着顾声使眼色 别跟来 顾声再次后退 做出放弃抵抗的样子 男人迟疑了片刻 拽着敏江西一起上了车 车门滑上 车子迅速失离 车上 男人把横在敏江西脖梗处的刀拿走 象征性地跌在他身上 敏江西转头 看向最后一排的秦家定 他被左右两个男人置住 皱眉看着他说 你上来干什么 敏江西一眼扫过他全身 确定明面上没有伤口 暗自松了口气 对其他人道 有事好商量 别伤到他 没有人回应 有人在开车 有人在向后打量 困好你自己 敏江西给他使了个眼神 示意他冷静 有他陪着他 秦家定暗说 就是因为有他在 他才更加不能冷静 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他比他有经验 敏江西转回头 不看抵在身上的刀子 光看脸 淡定得像是坐在观光旅游车上的游客 然而 心里却是一团乱马 这些人明白的 是冲着秦家定来的 他一个小孩子 能得罪谁呢 肯定还是因为秦战 他宁愿这帮人冲的是他 秦家定要是有三肠两卵 别说秦战了 他都得疯 车子开了没多久 身边人掏出眼罩 把敏江西的眼睛蒙住 约莫十几分钟的样子 车子停下 他被人拽着胳膊下了车 还狐疑 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 果然 是让他换车 敏江西很敏感 反手抓住身旁人的衣服 压低声音道 我不走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不把我带走 我不会让你走 你找死 你们不是图命 把我带上 只要我跟秦家定在一起 其他事都好商量 关键时 也能多个把柄在手里 男人搞不懂敏江西 摆在眼前的活路他不选 非要跟帮劫匪在一起 他死死地拽着他 男人用刀威胁他都不松手 前辆车里面的人探出头问 干嘛呢 他不肯走 对方迟疑了片刻 把他一起带上 敏江西成功地上了贼车 没错 是成功 无论如何 他不能抛下秦家定一个人 说什么走一个是一个 他宁可跟秦家定一起面对危险 也受不了看不见担惊受怕 车上 敏江西又想到秦战 跟在叶城被绑架的那次不同 那时他觉得死活都无所谓 可是这一次 他想的是活 不光自己要活 也要秦家定平安无事 不然秦战这辈子 肯定过不去这道坎 他不能叫他心疼 第355集 兜兜转转了很久 敏江西被带下车 走了几十步上了三个台阶 进了一扇门 他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能感觉出这房子很大 而且里面不止一个人 他被带进一间屋子 出声问 秦家定在哪儿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在这儿 敏江西不在说话 任由人将他绑在沙发上 等到关门声响起 他费力地蹭掉脸上的眼罩 眯眼打亮着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卧室 入眼一张欧式大窗 上面还铺着蚕丝背 一看就是平时有人在住 他坐在单人沙发上 正对面是跟他一模一样 被五花大绑着的秦家定 他还处于蹭眼罩的阶段 敏江西指挥他怎么做 十几秒后 秦家定也见到了天日 蹴着眉头 他第一句便是发难 有机会你不走 你跟过来除了危险还有什么用 我不帮你 你连眼罩都站不下来 秦家定没心情跟他开玩笑 陈生说 你知不知道我二叔会担心死 你知不知道我会担心死 秦家定愣是被他看到 别开视线 用力地扭动 企图找到解开绳子的办法 敏江西环顾周围 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工具 也不可能抬得动这么重的沙发 淡定地说 别动了 省点力气 你身上带刀了吗 没有 你平时不是随身一堆防狼武器呢 在包里 包掉了 秦家定名臣 用表情表示嫌弃 你以为我带包来 他们还能把包放在我面前 等着我们自救 吃足吧 搞不好 他们用我包里的东西对付你 秦家定抬眼看着他 你不怕 敏江西镇定自若地回答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秦家定面无表情 这种时候就别吹了 现在不吹什么时候吹 秦家定看不出来 敏江西到底是真不怕 还是装不怕 敏江西丁声说 现在人为当祖为鱼肉 就别摆脸色给人看了 要是有人为难你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 别反抗 对我二叔不利的事我不做 敏江西错眉 你傻呀 人在屋檐下 他们伤不到你二叔 随时可以伤你 你当时就该走 我不怕他们 要钱可以 要命就我这一条 休想威胁我二叔 敏江西翻脸 你给我逞什么英雄 不要命很牛吗 你自己不在乎 有的是人比你想象中在乎得多 秦家定目不转睛地 看着脸都气红了的敏江西 半晌 开口道 我又不是上赶着找死 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 注意场合 敏江西努力平心尽气 别再动不动提死 你猜多大 没后明白就想着死 秦家定别开视线不回应 算是默认错误 两人在房间里 灌了半个多小时 突然有人推门进来 敏江西侧头 看见穿着深色牛仔裤 和灰色T恤 脸上照着动物面具的陌生男人 男人一双眼睛 透过仅有的缝隙打量两人 先是走到秦家定面前 抬手给他把眼罩戴上 秦家定听了敏江西的话 不爽 但是没动 男人走到敏江西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慢慢拍 抬手捏住他的下巴 敏江西很快别开 不动声色 冷眼望着他 男人一动不动 目光肆意在他身上流连 他忍着愤怒不吭一声 怕被秦家定察觉 男人双手撑在沙发两侧 沉下身 几乎跟敏江西面对面 他贴在沙发背上 安静地注视着 面具背后的眼睛 同时也闻到了男人身上 浓浓的酒味 当他抬手的第一秒 敏江西也抬起腿 准备往他身上踹 男人顺势抓住他的腿 企图往中间紧 敏江西用力蹬踹 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男人也只是喘着粗气 两人无声思扯 奈何房间太近 秦家定又只是一桌之隔 听到种种异样的声音 他马上道 姐 你怎么了 男人扣着敏江西的腿 俯身 敏江西偏头 面具跌在他脸颊上 他没亲到 秦家定用力地挣扎 姐 房门突然打开 敏江西偷朝内 看不清来人 只觉得身前重量骤然一剑 戴面具的男人 被抓着后脖领甩开 还没站稳 当中一脚 正踹在胃上 吴真卫跪趴在地上 男人痛苦不已 床头柜上的水晶台灯 被人拿起 哗的一声 在头上四分无裂 整觉不够 来者掐着男人的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男人脸上的面具 滑到一侧 露出半张 瞬间憋红发紫的脸 无理挣扎 掖着道 坤哥 敏江西看着身旁一米七八左右的男人 他穿着黑衣黑裤 卷起的袖口露出一节静瘦的小臂 人是修长的 但爆发力毋庸置疑 侧脸轮廓柔和 可表情却异常凶狠 像是随时要撕咬猎物的狼 他不松手 被他掐着脖子的男人 脸色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紫 眼睛冲斜 眼白上翻 就在敏江西以为 男人必死无疑的最后一刻 他突然松手 男人重重的瘫倒在地 疯狂的咳嗽 拖出去 他开口 站在门口处的人才敢进来 架着地上的男人往外走 他侧头看向敏江西 面不改色的走近 微微俯身 替他把绳子解开 我让人送你离开 敏江西盯着男人的脸 面无表情地开口 你是雷坤 他自顾道 刚才的事不好意思 我替你处理 敏江西坐在原地 一动不动 男人看着他说 你可以走了 把他送过去 我留在这儿 秦家定什么都看不到 张口说 你赶紧走 别啰嗦 敏江西看着男人道 要是你弟的事 我劝你把他送回去 抓我跟抓他一样 秦湛都会放人 我不会动你 为什么 其实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他跟雷坤素未谋命 他没理由对他格外照顾 果然 你是阿静的朋友 我跟秦湛之间的事 不会迁怒到你头上 他知道你绑架小孩子 作为交换程碼吗 我自己的事 跟他没关系 你知不知道秦湛为什么抓你弟 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会连累到处境行 雷坤一眨不眨地看着敏江西 他淡定其身 走到秦家定面前 替他把眼罩摘下去 平静地说 别怕 再等一下 有些话不方便当着秦家定的面讲 敏江西要跟雷坤出去 秦家定眼底几乎爆出砍球之色 压低声音道 你赶紧走 敏江西仗着他被五花大宝 肆无忌惮地揉乱了他的头发 给予的目光中 不仅有安全感 甚至是自信 跟雷坤走出房间 客厅中的人健壮 骂上其身 雷坤一个眼神 众人闪开 他对敏江西说 坐 两人坐在沙发上 敏江西开门进山 秦站身边一个身份特殊的女孩子 在学校附近出事 伤检结果 是被人下药轮间 恰好当晚 你弟弟 在酒吧里跟这个女孩子搭过膳 女孩醒来的地方 距离你弟弟当晚住宿的位置 不足一百米 雷坤面不改色地说 不可能是我弟弟 他不会做这种事 那他就要给出相对幸福的理由 他平时出入的都是高端场所 日销几千上万也是城市 为什么会突然选择一家 连监控都没有撞的小旅馆落脚 雷坤没出声 敏江西自顾道 他坚持跟朋友一起打牌喝酒 说实话 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服我 雷坤点了根烟 短暂的沉默 他也说 秦站也没证据就证明 是我弟弟做的 他把我弟弟抓起来 关了两三天 连人都不让我见 想要驱打成招 如果是误会 我相信你弟弟解释得清 我们家就没有跟外人 报备日常的习惯 被人泼脏水时 立正清白才是最有力的反击 沉默不识 秦站也没有无缘无故 抓你弟弟 现在是 还有足够的理由怀疑 你弟弟不肯实话实说 说吧 你将心又博了一句 不瞒你说 出事的女孩子 一口咬定 是楚经形故意害她 碰巧 就跟你弟弟有关 所以我说 你抓了秦家定 只会让事情 往更不可控的方向走 如果刚开始 大家想要的只是真相 那么现在 就成了报仇 第一 我不相信楚经形 会做这种事 第二 我不想侵占多个敌人 你要是信我 我请你把秦家定放回去 大人的事 不要请脸小孩子 雷坤连续抽了几口烟 敏江西不动声色地观察他 见他把烟头暗灭在烟灰缸中 拍烟道 秦站放我弟弟 我放他儿子 真兄我来找 敏江西微微地摇头 你放秦家定 带着真兄来接予弟弟 在雷坤没有表态之前 他承诺 我保证 你弟弟不会有事 我凭什么信你 我不想秦站多一个敌人 更不想他把楚经形当敌人 雷坤突然有点明白了 为什么明知敏江西跟秦站在一起 楚经形还是默默地为他做了那么多 他一句相信就够了 可以不爱 但是信任 没有迟疑太久 我答应你 希望你说到做到 话音刚落 一个人从外面闪进来 急声叫道 宽哥 什么事 秦家的人已经到附近了 雷坤面不改色 敏江西更是淡定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把小鬼放了 秦家定很快从房间里冲出来 满眼寻找 目光定在敏江西身上时 将他从头打量到脚 生怕他有事 我们走 秦家定狐疑 瞥了眼不远处的雷坤 但见他不拦不挡 敏江西跟秦家定 大摇大摆地从别墅里走出来 没走多远 并看到前方急翅而来的十几辆四驾车 打头的一辆停住 副驾车门打开 秦战从里面跨出来 敏江西见惯了他黑脸 第一次看到他脸色沙白 秦战几步走来 目光在敏江西和秦家定脸上来回 不等他开口 敏江西主动拉住他的手 安抚道 我们一点伤都没有受 雷坤叫我过来问了点事 连累了家定 他看向秦家定 两人默契满分 心照不宣 他出声说 是 对方没动我们 秦战一手牵着敏江西 另一手摸了摸秦家定的头 脸色沙白缓不过来 敏江西心疼 轻声说 我们回去 你们先走 敏江西下意识地握紧了他的手 一起走 回去再说 秦战平静得很是异常 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酝酿 雷坤主动放我们回来 没有拿我们当筹码 他坚信跟他弟弟无关 说找到真凶 再给你换雷衣 秦战不为所动 敏江西抬头 眼带央秋 我们回去吧 我仔细跟你说 他太了解秦战的脾气了 今天他不走 绝对要了雷坤的命 雷坤也不是好惹的 不可能坐以待毙 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两败俱伤 他不能把他一个人留下 秦战看着他 不动声色地说 听话 先带家定走 我很快就回去 他越这样 他越害怕 这会儿也顾不得 多少双眼睛看着 往前一步 抱住他的腰 不行 我就要你跟我一起走 机密外 一众人见状 纷纷别开视线 有人看脚 有人看天 秦家定第一反应也是 会隐身就好了 尴尬地看向别处 几秒后 鼓起勇气看向秦战 低声说 走吧 这么多人看着 给我二十点面子 敏江西抬眼看着秦战 一双眼睛会说话 此刻 无声胜有声 秦战一言不发 但明显一致薄弱 敏江西拉着他的手 往回走 刚开始他脚跟没动 秦家定从旁一推 彻底迈出去 所有人都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显天左和显天右都来了 今天就没打算 一尘不染地回去 当然 谁也没想到 敏江西跟秦家定 会出现在半路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竟然有人能够在这种时候 劝动秦战 但劝他的人本来就不多 能劝动的只有他 车队浩浩荡荡地走开 有人暗中观察 迅速跑回去通知雷昆 雷昆正在擦枪 温言什么都没说 只是脑海中出现了 明江西的脸 好看的人他见多了 聪明的人也不少 但能让楚进行 跟秦战同时喜欢的人 不得不说 有勇有谋 之前见色起义的人 被带上来 看见雷昆双腿发软 直接跪下说错了 雷昆把枪口对准他 突然开枪 枪没想 但这个动作 足以让对方魂飞魄散 雷昆拨动了保险 出声道 都给我听好了 我身边的人 以后谁动敏江西 别怪我不讲兄弟情 第356集 敏江西刚一回到莱茵湾 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楼下站着不少的保镖 却都是生面孔 就算轮岗 也不会一张熟面孔都见不到 只有一个可能 全换了 秦家定惯会看人脸色 脚底抹油要溜 我等一下回去 秦家定真心实意地说 你不用回来 我又没什么事 秦湛不出声 敏江西偷着给秦家定 使眼色 他走为上进 等到两个人回到家 敏江西主动开口 今天吓坏了吧 我没事 话未说完 秦湛突然一把将他抱住 力气大到敏江西瞬间以为自己会骨折 他却在这个强势的拥抱中感觉出秦湛的软肋 他在害怕 甚至恐惧 安心地把额头抵在他的锁骨处 他低声说 没事 你们不是好好回来了吗 秦湛收紧双柄 敏江西更加柔和的声音道 不怪你 你抓雷翼跟雷坤撞我们不是一码事 你非要这么想 我只能怪到陶戏厅头上 可他也是受害者 有些事啊 只看结果就好 别想太多 秦湛低声说 你要我命 我只在床上要你命 平时要了有什么用 秦湛心无力 双臂却用力地将他嵌入怀中 敏江西实在受不了 轻横出声 他慢慢地献了力气 他主动仰头吻他 诱他放松 秦湛被逼到墙角 扣住他去捡衬衫扣子的手腕 沉声道 雷坤怎么会放你们走 他肯定不是雷一做的 不想与你为敌 侵湛不信 雷坤要是忌惮他 就不会青天白日地 劫走他身边最重要的两个人 你跟他开了什么条件 敏江西企图抽手 没抽动 闻言 低声说 不是开条件 是充面子 我说保雷安全 叫他带真凶来换人 你说他就信 敏江西牵了下秦湛 露在尘山外面的锁骨 整个神城谁不知道你对我好 秦湛身上一麻 手上顿时没了大胆的力气 敏江西腻着他继续道 我今天好怕你当中不给我面子 虽然我不在外面混 但是也不想被别人看扁 他被扣着手腕 探头亲他 秦湛被磨得不行 将他抱起往房里走 到底酣吵淋漓地发现了两回 才肯作罢 敏江西累积 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秦湛刚一动 他马上凑过去抱住他 秦湛低声说 我不走 那陪我睡觉 起来跟嘉丁一起吃饭 秦湛放弃在他面前 拿手机的想法 一下来抱住他 哪儿都不去 什么都不做 不管真的假的 既然他要这个面子 他一定给他 晚上 秦家定被喊来家里吃饭 主动进厨房帮忙 敏江西在炒菜 他在洗菜 两人背对背 他突然出声 以后我照你 啊 敏江西侧过头 秦家定没有看他 自顾道 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会把我当成小孩 我早晚要长大 以后我照你 幸好你是亲侄子 不然任何一个男人 这么说 你二叔肯定要跟我急 你要是想嫁给我二叔 我这辈子只认你当二婶 你要是不想嫁 我永远把你当亲戚 敏江西抽空 对他竖起大拇指 笑着说 讲一讲 连后路都给我想好了 轻战滑开门 走进来 想什么后路 不告诉你 秦战问秦家定 秦家定头也不回地说 不告诉你 敏江西笑出声 秦战眉头一簇 你跟谁是一伙的 秦家定不接话茶 不要自取欺辱好吗 秦战插着手臂 埋怨道 小时候是谁一口饮料 接一口饮料给你喂大的 没良心 你要不给我喝那么多饮料 我小时候也不会缺盖 是你哭着喊着要喝 现在回过头来怪我 我是小孩子不懂事 你当家长的也没什么分寸吗 敏江西已经笑到 无力翻动国产 秦战跟秦家定同时上前 敏江西捂着肚子的 你们到底谁来 两人不约而同的谦让都不来了 吃饭时 秦家定主动要求秦战给他倒杯酒 好好地喝什么酒 秦战还是倒了 秦家定举起杯子说 姐 这杯我敬你 敏江西拿起杯子 笑着道 干嘛搞这么正事啊 他故意用受宠若惊的方式 去掩盖心底的感动 秦家定开诚不公地说 谢谢你没抛下我 敏江西一瞬间眼眶发烫 唇角扬起的弧度更大 出声道 好哥们不说这些 秦家定跟他碰杯 一仰而尽 敏江西马上给他倒了杯饮料 生怕他喝多了 可最后秦家定还是喝多了 不是喝酒 是喝米酒汤圆 他红着脸对敏江西说 你一定要嫁给我二叔 别看他脸秤 皮贱也大 可他是个好人 秦湛无语 还是你了解他 秦家定自顾说 我没妈妈 我爸不喜欢我 我很小就跟我二叔在一起 虽说是亲人 可他没义务 非要照顾我这么多年 他就是心软 你跟他结婚吧 他一定会对你很好很好 很好很好 秦湛垂下视线点了根烟 敏江西突然难过 第一次听秦家定说这样的话 他是真和多了 他企图转移话题 秦家定却十分固执 用涣散又精亮的眼睛 注视着敏江西 你们快点生个孩子 我就有弟弟或者妹妹了 我也会对他很好 会一直照顾他 就像你们对我一样 敏江西强忍着鼻酸 顶头说 过几年 说不定等你上大学的时候 秦家定靠在椅子上 笑着道 我要抱着他去上大学 给他喝颜料 想把我孩子也搞得取盖 你将心原本是要哭了 文言哭笑不得 姐 他侧头看着他 他轻声道 谢谢你没抛下我 敏江西张开手臂 主动上前抱住秦家定 闭着眼睛道 你身边的人都不愿抛下你 大家都很爱你 秦家定哭了 看似莫名其妙 可敏江西知道 他是委屈 因为想到他的爸爸妈妈 被人绑架 陪在他身边的人 不是他最需要的人 被劫后的第三天 敏江西接到了一个 没存名字的陌生号码 雷坤说 人找到了 敏江西告诉秦湛 两个人约了雷坤见面 他从车上下来 手下用从车上救出三个人 本以为敢做这种事情的 不是穷凶极恶 就是心理变态 结果 面罩一摘 是三个很年轻的面孔 如果在路上见到 肯定不会觉得 有丝毫的异样 其中两个看着有点乖 看出秦湛的打量 和敏江西的狐狸 大学城附近 还有初中和高中 他们三个 一个高中生 两个初中生 敏江西脸色一变 心底咯噔一下 雷坤瞥了他们一眼 把你们做的事 来龙去脉 仔细说清楚 一个字都不许唱 不知道来前 雷坤对他们做了什么 三个年轻人皆是低着头 下趴的样子 站在最中间的人 开口说道 16号晚上10点多 我从网吧出来 那个姐姐撞到我身上 明明是她没看路 她张口就骂我 没长眼睛 我本来打出了游戏 心情不好 跟她吵了几句 她说秦战是她哥 一个电话就叫人打动我的腿 我看她喝的不少 又这么嚣张 就把她带到网吧旁边的巷子里 给她打晕 把她身上的钱拿走了 等我出来后 碰见他们两个 王毅说想去看看 我们三个又回去了 王毅提议去旅店 我们两个刚开始不响 对她激了几句 一起去了 起初也只有王毅在做 我们两个没上手 中途她醒了 大喊大叫 我们就一起上去 把她摁住 王毅怕她说出去 想杀了她 她害怕 说保证不会说出去 还主动提议一起玩 王毅身上有清新粉 也是她自己要吃的 雷坤面色如常 她身上有什么特征 男孩垂着头的 她后背上 有块红色的胎戒 以圆影并那么大 雷坤看向秦湛 真假你自己看 敏江西余光 打亮着秦湛的脸 她看着不动声色 实则身上气压低的吓人 而她在欲经之余 还有经历分心 秦湛是怎么知道 陶西亭背上有块胎戒的 秦湛当然知道 小时候 陶恒军和陶西亭来家里玩 他带他们去游泳 还问他 后背上的红色胎戒 是不是哪里烫到了 这种事情 不是亲眼见到的人 边也边不出来 沉默片刻 他叫人把雷义带过来 雷义看到雷坤激动的喊 哥 雷坤坐着 一动没动 甚至没露出丝毫多余的表情 开口道 十六号晚上 你在干什么 雷义目光闪躲 小声说 跟人喝酒 雷坤目光变冷 我看你是想当轮奸犯 雷义抬眼 打亮雷坤的脸 明显纠结 欲言又止 你说实话 无论你做什么 我原谅你一次 雷义吹下头 低声道 吸毒 雷坤三令无声 如果他敢碰毒 就把他打死 雷义不仅碰了 还不止一次 不止一个人 手上持有量也不少 突然被秦湛抓到问原因 他不仅自己害怕不敢说 也怕连累雷坤 所以咬死了不承认 雷坤早就猜到是这种可能 故意逼着雷义当众澄清 打消秦湛的疑虑 空气中尽的执行 众人心思各异 最后还是秦湛率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他不便喜怒地说 人你带走 雷坤看了眼雷义 雷义乖乖走过去 站到他身后 虽然状态很差 但也没有明显的外伤 雷坤看到敏江西没说话 但眼中有一丝现意 这种谢敏江西承受不起 也不好意思收 本来就是为了桃锡婷的事情 才把雷义抓回来 不是他也就罢了 结果桃锡婷根本就是知道全国城 故意在贼汉捉贼 雷坤没有刻意嘲讽 可事实摆在眼前 秦湛大费周章帮忙找凶手 结果是受害人自导自演 敏江西有种错觉 像是回到了陶恒军 当着处境行的面打脸秦湛的时候 论坑自己人 陶家兄妹是亲的 雷坤带着人离开 秦湛这口气还没咽下去 敏江西劝道 大家人脉网不一样 你认识皇亲国戚 达官显贵 他熟识五行八座 三教九流 找下面人 你未必夸得过他 更何况 你比他善良 秦湛对照敏江西的视线 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就算怀疑过桃锡婷说的话 但是没想过 他会撒这么大的谎 更没想到过 做这种事情的会是初高中生 虽然知道 人性未必本善 但谁能想到 一个高中生和两个初中生 敢做出这种超出常理的事情 敏江西低声宽慰 谁还没被蜀人摆过道啊 习惯就好 吃一千长一智 秦湛吃不下去 带着一腔怒意 坐车去医院 敏江西怕他冲动 跟他一起 医院里 护士拿着垃圾铲 和扫把从病房里面出来 垃圾铲中是一片片碎玻璃 隔着房门就能听到 里面发飙的女声 秦湛推门而入 陶恒军正在劝 你到底想 陶西停侧头 马上从金森刻薄 变成了柔弱可怜 二哥 秦湛没出声 敏江西总的身后出现 陶西停渐渐变脸 避开视线道 我不想见外人 请你出去 陶恒军对着敏江西陪笑 没事 你坐 陶西停闭着眼 皱眉道 这不是你的病房 你要应酬 就出去应酬 陶恒军 打亮秦湛的脸色 又不敢伸说陶西停 正为难之际 秦湛开口了 他不想见外人 我们走 他拉着敏江西的手 就要往外走 敏江西暗说 秦湛真是翻脸不认人 明明可以直说 非要拐弯抹角的刺激人 果然 陶恒军和陶西停 反应都很大 后者躺在病床上喊道 二哥 你别走 我不是说你 秦湛侧头看向他 对你们而言 我也是外人 陶恒军忙的 这是哪儿的话 秦湛冷声说 出国久了 连中文都听不懂 陶恒军被咽了一下 不敢乱接话 陶西停含着眼泪说 二哥 我不想让别人 看见我这副模样 你让他走吧 我谢谢他来看我 我真的不想看见 多余的人 凶手也不想见 此话一出 陶家兄妹结实一愣 陶恒军试探性地问 凶手抓到了 秦湛恩了一声 看着陶西停说 带我来给你认认 第357集 陶西停先是目不转睛地望着秦湛 两久 吹下视线 小声道 我不想见 我谁都不想见 凶手是什么人 你问他 他 指的是陶西停 陶恒军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不由地眼露迷茫 房间中落针有声 陶恒军不敢跟秦湛搭枪 只能硬着头皮问陶西停 怎么回事 陶西停摇头 我不知道 秦湛冷声说 不知道 陶西停抓紧被子 一声不吭 秦湛怒急 声音低沉 看来有必要把他们三个都带过来 你们当面罗对面骨 我看看到底谁在撒谎 听到三个 陶西停脸色骤然一白 摇紧牙关 却仍旧控制不住地发抖 陶恒军见证 醋没问 到底怎么回事 你知道凶手是谁 陶西停发疯喊道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被内阙出身祸害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逼我 我一点都不想记起来 他无脸痛哭 陶恒军偏向对面 秦湛跟闽江西皆是面不改色 后者眼底还带着几分唏嘘 阿战 到底出什么事了 秦湛开口 他主动提议跟人一起玩 药也是他自己要吃的 陶西停把手拿开 冲着秦湛哭喊 不是我自愿的 是他们逼我 我不做 他们就要杀人灭口 此话一出 其余三人一言不发 陶西停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哪里说错了 秦湛已经彻底黑了脸 你自始至终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回过头来告诉我你是被人下药带走 还说是处境刑 看着我满世界替你找凶手 你心里是不是乐出声了 觉得我就是个任人百步的闯祸 陶西停摇头 不是 还是你对我找凶手这件事情产生了什么错觉 以为我是在乎你们才这么做 我不止一次提醒过你摆清自己的位置 不要不自量力 我可以为了精一如你在一在二 但我不会永远看佛面 你自己看看自己的样子 再看看敏江西 你比得上他一根头发吗 你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会看上你 陶西停脸色惨白 像一瞬间被人抽干了浑身的血 陶恒君脸色也很难看 眉头一簇 低声道 别骂了阿战 天天也是逼不得已 秦战眼皮一先 看向陶恒君 真让人刮目相看 你窝囊这么多年 我以为你早习惯了躲在别人背后 没想到你还会提人说话 陶恒君低着头 垂在身侧的双手 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不甘 紧握成全 出声道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 这么多年 我们全家都在守你照顾 你骂我窝囊 我认 我的确没做好 但婷婷也是受害者 她在那种时候 没有其他选择 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她计较 秦战眼里催了冰 嘴唇一动 她可不是为了脸面才撒谎 她可以不说 但口口声声肯定是处境刑 为什么 想看看跟敏江西有关的人害她 我会站在谁那边 陶恤婷摇头 不是 二哥 不是的 我太害怕了 我真的太害怕了 秦战冷声道 你害怕 因为你的谎言 害得敏江西跟秦家定 也被牵扯进来 他们两个要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亲手宰了你 说到最后一句 她咬牙切齿 陶恒君心底一个机灵 想不到怎么会跟敏江西和秦家定车上关系 但是毋庸置疑 这两个人都是秦战的软肋 跟他们比起来 陶希婷确实什么都不是 陶希婷文言 愣愣地看向一言不发的敏江西 敏江西眼底是不加严实的鼻翼 这神情刺激到了陶希婷 她咬着牙 是你 敏江西不知可否 是你 敏江西面不改色 是我又怎么样 不是我没有能力 随用秦战给你几巴掌 我是怕她打你一顿 都会让你念念不忘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秦战 你拿什么喜欢 在她有女朋友的时候 故意随用她劈腿 在你哥跑去给人下跪求饶的时候 反过来挑衅对方不甘原谅 还是仗着自己受害者的身份 我若我有理 渗水推出破一波脏水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你都占权了 别说有了今天的事情 才觉得自己脏 我从来就没有强得上你 你这种人 骨子里就脏 血都是黑的 出事之后 你有在意过自己的遭遇吗 你没有 你想的是怎么利用这次的事 再做一次文章 最好把清水搅成浑水 你好浑水摸鱼 张口闭口谈爱 爱别人之前先学学怎么爱你自己 陶西亭一闸不闸 眼泪滚滚而落 他想反驳 可敏江西最后一句话戳痛了他 他好像疯了 病了 被人糟蹋之后 没有伤心多久 就想着如何届时报复 他连自己都没有心疼过 模糊间 看到秦湛的脸 他脸上也只有赤裸裸的厌恶 丝毫心疼都没有 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总算明白 什么叫做自作自受 秦湛冷淡地开口说 那三人的资料 等下有人送过来 报警还是私了 你们自己看着吧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点交情 我会跟静怡把话说清楚 我给他养老 那你们两个的死活 跟我无关 他拉着敏江西的手要走 陶西亭喊了声二哥 直接从床上掉下来 帅得一时爬不起来 哭着道 二哥 我错了 你别跟我妈说 我求你了 陶恒军也绕过来 边扶边说 阿湛 我妈年纪大了 经不起这种打击 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给你添麻烦 你别告诉他 秦湛冷眼旁观 不是你们错 是我错了 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没有那么好 但你们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一课 错人 还是不要太一厢情愿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以后互不打扰 好自为之 秦湛跟敏江西从病房出来的同时 也断了这里的各种费用 看似毫不留情 可脸色也一样的差 敏江西容易哄他 答取道 这是舍不得谁啊 想起小时候 不知道是他们变了 还是我从来就没了解过 敏江西能理解被熟人 甚至亲人背叛的滋味 宽慰道 本来就没有谁能陪谁一辈子 他们陪了你的童年 从现在掉队 我没有见过你的童年 但我能从现在开始上车 都是阶段性伴侣 有人走 却有人来 秦湛抱着敏江西 低声说 上来就别想下车 走吧 一起开车 重新出发 敏江西早就看出来了 秦湛白白顶着 身成三恶之手的名号 其实心比谁都软 别人对他一点的好 他能记一辈子 敏江西恶毒的响 幸好陶西婷因为嫉妒他 而提前败露 不然以后指不定要搞出什么幺蛾子 有些人早清早利索 他跟陶家人无亲无辜 两袖清风 秦湛嘴上不说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难过 敏江西身体力行 变着花样的哄他开心 因为网上说了 再复杂的男人 只要是男人 本质上都一样 喂饱他 以及喂饱他 他就会很开心 瞧了 这两种味法 敏江西都会 眼看着秦湛被敏江西 哄得五迷三道 荣誉精也不由地 跟他打探 小敏 丁丁最近怎么样 都智昂杨中 对我还是对学习 他可能把书本当成你 对哪一课都充满了兴趣 容易惊哭笑不得 你别吓我 书中有言如语 也有黄金乌 现在是为你而学 保护起以后怎么样 你也别担心太多 女人向来翻脸比翻书还快 你多费心 学习心里两手抓 他家里人把他托付给我 我可不能坚守自道 不然脸没地方放 敏江西只说尽力 但没办法保证 毕竟女人心海底针 有人翻脸似翻书 但是也有人一往情深 没处说理 爱情的力量一直是个谜 能让人生 能让人死 也能让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荣浩为了信仪的女孩 正在从学渣 迅速往学霸的方向进化 连续几次考试都在进步 欧阳青单独请敏江西吃过饭 还在家办了庆祝party 请了丁丁 刚开始丁丁不想来 她给敏江西打电话 问怎么拒绝 你一边怕破坏瓶颈影响关系 一边要再回避 本身就是悖伦体 你要学会不动声色 不光靠嘴上不承认 也不是靠避而不见 而是见了面 也能淡定如常 不被人看出来 丁丁犹豫 我怕我做不到 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做 喜欢不了的人也不要喜欢 如果这么容易放弃 谁都没有难题 丁丁想起敏江西之前说的话 没有努力过的事情 就不要抱怨后悔 甚至连委屈都不能有 不然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她确实太懦弱 欲事就想着打退堂鼓 本就没什么突出的优点 再不自信 整个人只剩下暗淡无光 难怪容易竟不喜欢 暗自身呼吸 她说 我去 打起精神头 你不接触 有些人永远活在你的想象里 你多看看 仔细看看 说不定突然发现 她也没有那么讨你喜欢 丁丁崇拜敏江西 把她的话当成圣旨 抱着这样的心态 见到了时隔半个月未见的容易精 她来到小区门口接她 穿着休闲裤和白色的T恤衫 头发剪短了一些 低头打电话 无意经意抬头 她立马心跳漏了一拍 丁丁脑海中 没什么特别恰当的形容词 只觉得 好看 心动 不能看 越看越喜欢 她迈步走过去 容易精挂到电话 丁丁打招呼 金哥 容易精笑着说 走吧 上车的时候 丁丁坐进去 把裙摆往里面拉了拉 容易精认识她这么久了 第一次见她穿裙子 纯白的颜色 简单的样式 长发编了些尾编 戴了耳钉 还涂了淡粉色的唇药 是精心打断过的 其实蛮好看的 可容易精却有点想笑 可能是她身上 块了个小兔子的包 车内很安静 在等第一个红绿灯的时候 容易精突然开口 喜欢兔子啊 啊 丁丁不知道在想什么想出神 羞的侧头看向她 容易精视线往下移了移 但笑着说 喜欢兔子吗 丁丁也低头看了一眼 紧张地抓紧小包 出声回答 我妈给我买的 我没有特别喜欢兔子 兔兔这么可爱 为什么不喜欢 丁丁脑子飞速地旋转 可毕竟不是临场发挥型的选手 只能如实回答 没有不喜欢 兔肉挺好吃的 容易精笑出声 丁丁控制不住脸红心跳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 说错话 惹她这样 她肯定觉得 她一点爱心都没有 她开跑车 下一个路口等红绿灯时 碰见熟人 对方自路虎上 居高临下地 打量着丁丁 笑着说 哟 金哥新女朋友 别胡说 我妹妹 妹妹真可爱 丁丁低下头 抓紧小包 不知所措 容易精插开话题 跟她聊别的 90秒的红灯 十分漫长 没想到男人的注意力 并没有从丁丁身上移开 而是从车窗里伸出手 妹妹 丁丁抬起头 看着递过来的一张名片 男人宠她笑道 能交个朋友吗 丁丁脸红 不是因为对她有什么想法 只是单纯的 无错 吃一片刻 她侧头看容易精 本以为容易精会替她挡掉 结果她笑着说 拿着吧 丁丁伸手接过 男人笑着说 我是好人 不信你问金哥 丁丁红着脸部说话 眼看着红灯就要转绿 妹妹怎么称呼 丁丁 她声音太小 红灯转绿 容易精踩下油门 男人并排跟上 出声道 不好意思 我没听见 你叫什么 在乌斯特 也有人追她 但没见过这种场面 丁丁回也不好 不回也不好 容易精出声道 别啰嗦 赶紧走 哥 我本来是要拐弯的 你都给我带跑偏了 容易精笑吗 瞧你这点出现 丁丁 男人心满意足 朝着副驾道 丁丁妹子 回头电话联想 我等你 容易精加速 男人没再跟来 见丁丁低头 看着手中的明片 他出声道 不是坏人 公司是自己开的 有能力也会玩 比你大五岁 丁丁抬头 屋子道 我没想谈恋爱 不谈恋爱 多交个朋友也好 来深城这么久 除了我们几个 你谁都不认识 平时太无聊了 丁丁沉默 容易精以为 他不会接话 结果过了半天 他开口声 等我回去跟他联系 第358集 丁丁在荣家 看到了丛轩 说不上是意外 还是意料之中 丛轩当着她的面 上前搂住 荣一精的脖梗 亲了下她的脸颊 而后侧头对着她笑 丁丁来了 像极了 这个家里的女主人 丁丁血液倒流 到心头三寸处 以为自己会封寸大乱 结果平静地叫了声 丛轩姐 在其他人看来 他们和睦相处 丁丁心想 原来她不是想象中的 那么没用 演戏这种事 好像女人天生就会 荣浩在房间里没有出来 丁丁去找她 敲门进去 荣浩趴在床上 拿着手机 门声转头 笑着说 丁丁姐 丁丁勾起唇脚道 恭喜你啊 又进步了 荣浩翻身坐起 情绪激动 声音却在刻意地压低 刚才我在微信上 找孙韩西 她答应啊 以后我有什么不懂的题 都可以去问她 孙韩西 是荣浩喜欢的女生 丁丁笑着说 恭喜恭喜 荣浩在床上打滚 开心地像个孩子 欧阳青突然推门进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先是一愣 紧接着打亮两人脸上的表情 荣浩起身 醋眉道 你怎么不敲门啊 你又没在学习 叫你们出来玩 憋在房间里面一不嫌闷 荣浩听见她跟 荣浩经私底下说悄悄话 怕她跟丁丁谈恋爱 这都哪跟哪啊 懒得戳穿她的小心思 丁丁姐 我们出去说 丁丁不想出去 一出去就看见丛轩 腻着容易惊 以前也没见她这样 像是故意的 她喊荣浩过来 拿出礼物带到 进步礼物 荣浩接过 随口说 谢谢啊 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我什么都有 你有是你的 我送是我的 荣浩心说 没地方放 她坐在客厅沙发上 看手机 看她跟孙韩熙的 聊天记录 很简短 但是怎么看都看不够 欧阳青走过来 亲切地询问丁丁 最近学习还顺利吗 丁丁礼貌地回应 顺利 有没有心仪的学校啊 丁丁如实道 希望考个一本 具体哪个学校没想好 可以试试我们学校 提前半年将申请资料 分数线过六百三就差不多 你们学校主招音乐类吧 也有少部分这场招生 走艺术修养和人文 你有兴趣吗 我只想学个以后出来能养家糊口的专业 务实好 从轩从旁道 丁丁一看就是个实在孩子 连谎话都不会说的那一种 现在还没交男朋友吧 丁丁事件微垂 没有 有喜欢的人吗 要不要我交几个朋友给你啊 不用 容易精用叉子吃水果 通成没想发生的样子 英哥给我介绍了 多交几个朋友可以 别耽误学习 毕竟啊 明年就要高考了 丁丁点通 从轩满着容易精的胳膊说 你可别乱人军心 容易精似笑非笑 心都是自己的 别人乱不了 从轩满眼痴迷地望着他 在他耳边小声讲话 不知说了什么 容易精笑出声 丁丁想 容易精此刻的笑 肯定跟在车上笑他是不一样 他看从轩是男人看女人 看他呢 八成是个不自量力的笑话吧 一顿心思各异的饭局结束 容易精对丁丁说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别客气 开我的车 坐得下 我约了人 容易精下意识地说 明老师 培征 容易精眼底明显划过一抹叉色 他基本上一直在他眼皮子底下 他真没有看到他什么时候跟裴征联系的 迟一片刻 他笑着说 这么快就联系上了 他晚上有空 嗯 你们约在哪见面 星光天地 叫他来这接你 丁丁丁丁不等拒绝 手机挂断 荣一惊看向丁丁 温和地说 这样就对了 多交几个朋友 多出去转转 心情好 学习也是半功倍 丁丁不知道说什么 唯有机械地点通 二十分钟后 丁丁的手机响 没有存名字的一串号码 他接通 喂 手机中 陪众的声音传来 我在春秋管门口 你现在下来 哦 麻烦你等一下 陪众笑了 不麻烦 慢慢下 我等你了 丁丁挂掉电话 跟欧阳清告辞 又去里面 跟荣浩打了声招呼 一起下去啊 丛轩挽着荣一惊的手臂 三人一同下楼 电梯中 丁丁余光 瞥见光可见人的壁面上 映照出三个人的影子 他跟他们两个隔得很远 他已经用心打扮了 可还是有种隔隔不入感 从电梯中出去 一路来到小区门口 还有十米远 陪众从车上下来 迎上前打招呼 金哥 嫂子 丁丁 十一点之前 送他回家 不许喝酒 陪众伸手 在头侧 比了个敬礼的手势 明白 丁丁点头道 金哥再见 从轩姐再见 他跟着陪众离开 走前没有看 荣一惊的眼睛 荣一惊看着他的背影 不知为何会想到兔子 可能是他穿着一身白 也可能是他身前挂着的小帮 或许是他太乖了 陪众帮丁丁打开副驾车门 荣一惊和从轩也进入跑车里 从轩系上安全带 壮死无疑地问 你不担心 担心什么 把这么听话的小姑娘 送到你身边那帮 柴狼虎抱手里 荣一惊要笑不笑地回答 你是骂他们还是骂我 我只是好奇 不知道 你先把他交好 还是交坏 没见过失眠 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从轩戴上墨镜 意味甚长地道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荣一惊的确挺用心良苦 一来 丁丁是言语的妹妹 她不好意思吃窝边草 二来 跟丁丁接触这么久 知道她是个心思单纯的小孩子 她又不是没人玩 没必要祸害人 只是丁丁喜欢她 多少让她有点头疼 骂不得也凶不得 只能用她的方式拒绝 从春秋馆出来时 还不到八点 荣一惊把从轩 送到了某会所的门口 我进去玩一下 荣一惊微笑 不了 你去吧 从轩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里面有漂亮小姑娘 帮你也开一桌 荣一惊笑容不变 改天 今天约了人 同学也不勉强 好吧 本想跟你搭档 大杀四方 现在只好我一个人 孤军奋战 赢了算你的 输了算我的 就得你这句话 走了 她转身往会所里面走 荣一惊开跑车离开 大家大路朝天 各玩半边 这就是他们日常的相处模式 简直不要太舒服 实话实说 荣一惊以前没动过结婚的年头 但这两年被家里唠叨的多了 不由的产生了一种 从轩也行的想法 如果婚后跟婚前一样 那结不结婚对于她而言 也没什么差别 晚上有个半商半娱乐的局 荣一惊朋友的朋友 想跟她认识 合伙做生意 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身边 说是助理 局上女助理频频向荣一惊示好 敬酒都是她喝一口 她喝一杯 很是懂事 荣一惊面上带笑 实际上却有点心不在焉 身旁人问 等一下还有事吗 没有啊 你总看表 还以为你着急走呢 新买的表 多看几眼不行吗 对面人打趣道 是人不好看吗 看表 表是我的 人又不是我的 你又没提 怎么知道不是你的 女助理顺势说 我还没有男朋友 荣一惊四笑非笑 不好意思啊 我有女朋友 女助理面不改色 那我小心点就好了 桌上一众人哄堂大笑 连荣一惊也赏脸弯起了眼睛 会玩的人她向来喜欢 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 不用费力 明示或者暗示 省时省力 从饭店离开 一行人换了个场子继续 包间中 女助理直接坐到了荣一惊身旁 给她倒酒 陪她聊天 偶尔也唱首歌 荣一惊不着痕迹地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 正好是晚上十点 今天的时间过得格外的慢 不知道裴征把她带到哪里去玩了 她习不习惯 八成是不习惯的 她来深城这么久了 除了敏江西拉她上街之外 她可以一个礼拜足不出户 出去也只是附近五百米之内 逛逛超市和菜市场 而陪征常在的场所 跟她真是天差地别 心底想着是让她见见世面 可这会儿有些后悔 万一她特别不舒服 她真是醉过 身边的女助理 隐隐地感觉出她没什么兴趣 假意喝多 主动往她身边靠 坐在她耳边说话 她知道说什么话 男人会喜欢听 觉得刺激又不会排斥 荣一经笑着 不走心地笑 这些情场上的续情假意 对她来说早就免疫了 如果此时有侧心跳的一气 她肯定能够做到一马平川 好不容易等到了十一点 荣一经拿起手机打给裴征 对方接通 荣一经随口问 玩得怎么样 挺好的 你带她去哪玩了 我问她想去哪玩 她说随便 我带她去夜店 她一通不动 也不下去跳 像是闲丑 我就带她去打保龄球 她也不玩 实在不行 我只好带她开车逗风 去了她海边 吃了顿大排档 还非要买单 荣一经能想象出 冰冰这几个小时的全部表情 肯定是被迫营业的模样 送回去了啊 十年半就送她回家了 她有点润生 不想玩就算了 你也不用强迫她 我哪敢强迫她 她像个小兔子似的 我都不敢大声跟她说话 怕吓着她 她是有点慢热 她怎么爱说话 但估计 对我已经还挺好 我问她下次什么时候有时间 她说后天晚上 荣一经顿了一下 出声道 跟她出去 别让她喝酒 倒点就送回去 她不喜欢做的事 不要强迫她 金哥 我八卦一下 这是你哪儿人的妹妹啊 大爹上捡来的行不行 不是 我是不知道你老什么意思 是只能看不能追 还是 你有本事就去追 追上了 我给你奖励 真假的 有前提 你别故意哄她 追上了又不珍惜 哥 您这要求可有点苛刻 追女孩子还不让哄 难道我可恐吓 你能一辈子哄着她吗 一辈子的事 我可不敢保证 你让我谈死恋爱 就结婚 这会儿还得回家 问问我爸爸 你自己想清楚 是真喜欢在追 玩玩就算了 我这关 你也过不了 陪真乖乖的应声 放心 有您老在这儿挣着 我也不敢一时冲动 两个人聊了半天 带到电话挂断 荣一经突然后知后觉 她本来就不是亲哥 怎么现在搞得跟亲爹一样 连这种事情 都要亲力亲为的操心 转念一想 是她让鼎鼎接了陪真的名片 也是她劝她多叫几个朋友的 总结一句话 自作你也不可活 心里不平衡 荣一经转头 给严宇打了个电话 对方刚接通 她劈头盖脸的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句话把人扔给我 自己当甩手掌柜 你还是人吗 严宇被荣一经骂得 一愣一愣的 慢慢拍到 她怎么了 没怎么就不能 给你打电话 那是你妹妹 又不是我妹妹 她跟你惹事了 我发现你听话 永远找不到终点 我有说她哪做的不对吗 我只是看你这个 当人亲哥的不爽 从来不说关心她一下 怎么关心 她都不知道有过这个人 他妈非定招着 把她送到深城堡树 就希望她以后发展能好一点 我出现怎么解释 说我是你同父一母的哥哥 我爸不能认你 我妈出于愧就补偿你 你觉得她见到我会高兴吗 荣一经武断凶闷 出声道 她朋友太少 我给她介绍熟人认识 你反不反对她现在谈恋爱 言语文言又是一愣 沉默片刻后说 看到自己吧 我冲击两三十个 也管不着人家喜欢谁 谈不得恋爱 话音落下 自是想到了什么 她突然道 你别不是说你自己 不行 你赶紧给我离她远点 她跟谁在一起 都不能跟你在一起 荣一经醋眉 我怎么了 你比我还不是个人 自己心里没点比较 第359集 荣一经心里没点数 能接着费力不讨好的活 言语两袖清风的 把人扔给她 她还得费心费力的 担心别人妹妹的生理健康 简直是活见鬼 心底惦记着 裴正跟丁丁 后天见面的事 荣一经两天没玩好 知道丁丁全天排课 只有晚上七点之后有空 她憋到十一点 打给裴正 一模一样的开场拜 人送回去了 裴正应声 她刚进小学 荣一经第一反应是 上次十点半 这次十一点 卡点卡得还真准 裴正部的荣一经问 自己先报备 我们晚上吃的川菜 还是打金哥 不是我不想请 他说不是他买单 下次就不跟我一起出来了 他不是那种 爱占人便宜的人 他蛮有趣 上次我带他去的地方 我都不喜欢 今天我做错了功课 本想带他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 结果他主动第一带着我去玩 今天的行程都是他安排的 荣一经说不上是好奇还是诧异 忍不住问 啊 他带你去哪了 中山公园 我从来没去过 不知道那边晚上这么热闹 跳舞的打球的 干嘛的都有 你们一直在那玩 嗯 本来想请他吃宵夜 他说太忙了也回去了 荣一经唇角 不知何时勾起 好玩吗 怎么说 地方没必好玩 人很好玩 商场逛腻了 逛公园当然觉得有新鲜感 你想说我大鱼大肉吃腻了 我好人想换个青菜 荣一经不知可否 裴正物资说 可能吧 但也不全是 这要是哪个有心机的 带我半夜三更逛公园 我肯定告诉他 习惯逛就逛个够 千万别让我去星光天地购物 他们一顿往上哭出来 丁丁不赢 他不装 不想占我便宜 又不想让大中年冲胖子 他一定在家做好功课 再带我去 他觉得不会那么无聊 又不会花太多钱的地方 真是不做了 喜欢他 裴正笑着道 金刚 你别这么严肃 我有点害怕 荣一经笑了笑 我又不是他爸 你怕什么 你每次都差个 搞得我好牙利啊 我是受人之托 你靠谱点 我也懒得操心 放心吧 金哥 我糊弄谁 也不敢互动到你 就是这样 我们再接受接受 喜欢这东西也是相互的 如果双方都没感觉 那就当朋友 丁丁这么乖 我愿意给他当哥吧 好好相处 我以后就不骚扰你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随时欢迎哥的骚扰 荣一经跟他打去了几句 挂了电话 故意没有再问他们 下次见面的时间 免得跟这两天一样 心底总有事 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 秦湛跟敏江西出去吃夜宵 恰好碰见荣一经 跟个女孩子坐在烧烤店里 敏江西定睛一瞧 不是从轩 是一副陌生的面孔 荣一经跟两个人打招呼 至于自在小心 对 spec逐的面孔 是一副陌生的面孔 感谢观看